我这不是替白家未来的姑爷着想吗 你说你吃了太多 万一以后人家不喜欢你 娶一院子小妾 那可怎么整 男人不都是娶一院子小妾吗 他轻横而生 我都不在意 你跟着操的是什么心 白泽告诉他 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你说你不在意 等有一天你喜欢上哪个男子 他身边哪怕再出现一个女人 你都要跳脚的 白泽说的有板有眼 就像的爱情专家一样 给白芙蓉认真的分析着 白芙蓉哥哥的就笑了起来 在他背上一起一扶的 有点点柔软触上白泽的背 很轻 不仔细感受都觉察不到 那种感觉很微妙 白泽红了耳根子 在说起话来叫之前 便又和气了些 他问白芙蓉 笑什么呢 声音很轻 听得白芙蓉也有一刹那的失神 可他也很快便恢复正常 将脑子里那股莫名的思绪给甩了开 对白泽说 我笑你跟个过来人似的 还什么都懂吗 是不是你身边女孩子太多 有人吃醋了 也不知怎店 说到这个话题时 白芙蓉突然觉得自己的话语 也有骨子酸意 对于刚刚自己的一番分析 开始紧张起来 好像生怕白泽会点头 赶紧又补了剧 不过你 天天跟在殿下身边 也没那个功夫 白泽四听出些门道来 唇角不自觉地悄悄上扬 然后老实地说 我当然没有 这都是听王妃说的 他说过 如果咱们殿下要是敢找别的女人 找一个他杀一个 找两个他砍一双 完了之后 还得把殿下也给剁了 泽泽 你是不知道 咱们家王妃可凶了呢 嗯 白芙蓉也带着笑意点了点头 阿恒是对的 我如果也能遇到那么一个人 定也会如此说 刚刚飞扬起来的神采 却在说完这句话的一瞬间 又黯淡下来 他还有这个机会和资格吗 这一路无异于行走在刀家之上 怕是到了北界 这事拆穿之后 他的命也就该终结了 白芙蓉不想再说话 搂着白泽脖子的胳膊 又收得紧了些 小脸趴在他肩头 面上尽是无奈 白泽也不再吱声 把人又往上颠了颠 拦紧了些 脚下步子加快 甚至运了轻弓 直奔着营地而去 白芙蓉的伤脚 是松康给看的 对于他假扮凤与恒一事 别人不知 这松康却是瞒不住 毕竟他是凤与恒的徒弟 若是真的凤与恒在些 两人怎么可能全程没有交流 松康很聪明 并不问凤与恒动了哪里 尽心地给白芙蓉智商 只是在回音时 小声问了白泽一句 我师父他 不会有危险吧 白泽拍拍他的肩 你放心 殿下不会让他出事 玄天明坐在这睡仗的另一头 双臂还在身前 淡漠地看着这一切 心思却早已经飘远 飘到了那个白雪矮矮的北界之地 飘到了那个 他做梦都想搂在怀里的死丫头身边 该来的 已经都来了 松州的风雪 终于在端木安国寿宴的前一天晚上停了下来 凤与恒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顺着窗子往外看 但见街上每家每户都是张灯结彩 都统的寿宴与大年警灵 北界人相当于一起过了两个节日 自然热闹不凡 就连往来的行人彼此见了面都抱群寒暄 人人皆是一派喜气 凤与恒知道 不管这北界是归千州还是归大顺 与百姓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他们更希望能够归千州管辖 毕竟北界三省 本就是大顺当年从千州人手里硬抢过来的 这些百姓的骨子里流的 到底还是千州的血 大顺带他们再好 总也是断不了根 陆氏夫妇终于说通了守门的侍卫 有人带着往都统府去了 凤与恒双目微眯 趴在窗户边 就像一只懒洋洋的猫 可此刻 若是有人能看得到他的眼睛便会发现 这双猫眼里射出来的 却是猎豹一样犀利的光 他知道 陆氏夫妇如果能够顺利地见到瑞穆安国 所图谋之事 十有八九就应该能成 他虽还不知道 这夫妇二人给端穆安国带来的受礼 到底是什么 但从这两日 那陆通盼时不时看向他的那个眼神 这把他送进都统府的事 十有八九就定下了 今天晚上没饭 陆家夫妇出去了 这屋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客栈的人是不会专门 给一个下人也送饭来的 这就是封建制度下的人权 凤与恒总在想着 如果有一天 如果他有那个能力 他还是希望 即便这个时代还是君王制 但至少可以把人权提到一个相对的高度上来 对于奴隶制 也能做最大程度上的改变 凤与恒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 应该是平等的 虽说出身和个人能力 决定了最终的生活品质 但至少在精神和身体上 不应该再加以任何禁锢 只是这个想法 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实在是过于理想化 他即便要做 也没可能一下子就大范围地进行 凤与恒想 待中有一日千周之事解决 他便想去他在基安郡的那处封地看一看 或许在那里 可以有一番试验性的作为 他暂时抛却 脑中不算成形的杂念 起身关好窗门 然后一头钻进空间去吃饭 一碗热汤面吃完再出来时 陆氏夫妇还是没有回来 不过这客栈里 却似乎有些异动 凤与恒走到门口侧耳倾听 外头凌乱却有力地脚步声蹬蹬而来 从楼下到楼上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上了二层楼 上来之后 站到楼梯口却并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 就听这客栈掌柜的声音说了句 官爷 每间屋子里都有人 除了大都统的那房远青 去了都统府 其他人无意外出 那官爷恩了一声 然后众壳两下 扬声道 屋子里面的人都听着 明日便是咱们北界三省 大都统端木大人的寿臣 大都统说了 感谢诸位大人 不远千里来到北界 为避免明日都统府 来客过多有招待不周 今日 特派我等前来 将诸位大人背下的寿礼 预先收走 明日你们轻装出行即可 此言一出 屋里的人立即就坐不住了 纷纷将房门打开 想要出去问问 可原本就守在各家门口的侍卫 立即将手中长刀一横 其声道 退回去 凤与恒也把门打了开 却并没有往外走 只是站在门里观望 就见楼梯口站着的那人 是个壮年汉子 生的人高马大 一脸的落腮胡子 一双眼睛瞪得跟个铜铃 凶向毕露 说他是来收贺里的 可这人若是在外头遇上 多半会以为他是个捷盗 事实证明 不止凤与恒一人有这想法 其他人多半也同他一样 甚至有个嘴快的小姐 已经把心中所想说了出来 你是都同府的人 怎么看起来像是山匪 都说北界贼人多 别是个骗子 这话一起 人们立即随身附和 毕竟这寿宴还没到 就提前有人来收贺里 说话又这般的不客气 可谁谁都得质疑 可那壮汉一听这话 却是胸向更甚 他提起手中长刀 直接向方才说话的那位小姐 大声喝道 我乃大都统 坐下八员猛将之一 胆敢质疑 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那小姐吓了一跳 可心里到底还是不干 便又道 我是甘州之州府上的嫡小姐 我父亲是朝廷命官 你有什么资格 这样对我说话 有人带个头 便算是打这个突破口 给打了开 这一层楼的官员 夫人以及小姐 立即都七嘴八舌地 抱起家门 凤与横一听 好吗 有州府 有府城 有跟陆家一样的通判 有知事 有知县 有指挥室 甚至还有两个知府 总之 除去在京官员 其他个州府 基本都有人来 据说端木家 不止包下这一间客栈 同样规模的 还有另外两家 可见 此番来北界的人 着实不少 这还是在京城 知晓动静之后的近况 若是在从前 只怕这北界的大年 比京城还要热闹吧 那些在京官员 即便是有资格进攻 参加大年公宴的 也会另派家里人 前往这北界 端木一家 每年这个时候的游水 可是没少了 随着这些官员 一个个亮出身份 本以为能将那大胡子 给震住 却没想到 反而换了人家一声冷哼 芝麻绿豆大的官 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 你们一个个的也不想想 到北界来是干什么来的 要不是存着八戒 我们大都统之心 你们大老远的 不在家里过年 跑这来干什么 来都来了 就别装算 北界不吃你们那一套 凤宇恒耸尖笑 人家说的对啊 都到北界来了 就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 想要借此机会 跟端木家套上点关系 以便能在仕途之上 再上一层楼 都当了表 子还立什么牌坊 一时间 家家户户都住了口 再不说话 可那大胡子的话 却还没完 就听他刷的一声 说出一番令所有人 都为之震惊的话来 有个事 在大都统寿宴之前 本将来与你们说一说 还都不知道吧 包括关州 松州 以及江州在内的北界三省 在数月前 已经宣告脱离大顺管辖 如今 咱们是千州国的南三省 什么 所有人都听傻了眼 大顺的北界三省 变成了千州的南界三省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不可能 有人提出疑议 若是北界投了千州 大顺必会出兵镇压 绝不可能让北界 如此轻易地就判出国门 对 又有人道 这么大的事 朝廷怎么可能不下告示 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事一定是假的 你们编出这么个谎言来 究竟是有何目的 凤与横靠在门上 双臂还凶 好像一个看客一般 看着眼前这一出闹剧 北界不打自招 显然是不打算 再继续假装下去 而他们将时机选在这个时候 刚刚好 就在这家客栈的 最后一间客房 被入住之后 端木安国的寿宴就在明日 到目前为止 该来的 已经都来了 我骗你们 那大胡子冷声三声 谁吃饱了撑的 拿这种投敌叛国的事 骗人玩 你们还一个个的都是官员 老子怎变 还没有我一个粗人清楚 言语间极尽轻蔑 甚至在他身后 跟着来的兵将们 都一哄而笑 笑得这些大顺官员们 一个个面红耳赤 人们开始小声交流起来 终于意识到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北界叛敌 他们居然还来给端木安国助寿 这叫什么 助纣为孽吗 大胡子冷眼扫视着 这一众官员 面上尽是不屑 待人们议论声音 见大时 他便将手中刀鞘 往地上磕上几下 以提醒人们肃静 半晌 终于有人问到了点子上 这位将军 你说吧 来此 究竟有何目的 绝对不可能 只是收手里这样简单吧 那大胡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算有个聪明的 既然问了 那本将就与你们直说 此番前来 见诸位大人 是替我们大都统 向各位传个话 大顺之前 将北戒重回千州仪式 压了下来 并没有招告天下 可就在你们进入北戒之后 大顺朝廷便已经展开行动 这行动是什么 相信本将不说 你们也能猜到一二 没错 就是你们的家人 大顺已经逐一 向你们的家人下手 甚至本将再来的时候 就已听说 与这里隔着一条街的 另一家客栈里 有一位知府大人的全家 已经被抄斩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若说之前只是担心 那么 眼下这个消息 就彻底地将一种 临危之感直观而来 有胆子小的夫人小姐 已经贪坐到地上 气不成声 即便是官员 也有嚎啕大哭者 直叫着对不起老母 对不起列祖列宗 那大胡子 献出厌烦之色 大手一挥 都别让 听我说 你们的心情 我们都能理解 大都统已经派了 无数的精卫去往大顺 为的就是 将你们的家人 全部都从大顺朝廷手中 就回来 你们只要安心地待在北戒 端木家可以保证 你们 包括你们的家人 绝对性命无忧 北戒会尽全力 保你们平安 当然 有想要走的 现在也可以走 不过要想想后果 只要你们走出松州城门 北戒便再不会 对你们的家人负责 即便已经就回来 也会马上再次移交大顺官府 这话一出 谁还敢提走 事情逼到这个份上 他们只有留在北戒 才有活命的机会 只有留在北戒 才能救下一家人的命 眼见所有人陷入了 极度的恐慌与后悔中 那大胡子 倒是十分满意 这样的效果 竟咧着嘴 黑黑的傻笑开来 笑着笑着 目光偏移 被架把人带上来 那大胡的双眼 直盯着凤与横 就像是在看一件货品一样 眼里闪着不怀好意的光 而此时的凤与横 早就已经恢复了那种 弱小可怜又胆怯的模样 在那大胡子看来 这不过 就是个年纪小的丫头 虽说长得清秀机灵 可最终还是逃不过 她该有的命运 随着大胡子一声喊 后面立刻有人 带了一个婆子上了楼来 那婆子往大胡子身边一站 看了凤与横一眼 再对那大胡子俯了俯身 问道 就是那位姑娘吗 大胡子看了身边掌柜的一眼 那掌柜的赶紧道 没错 那间房就是陆家住的 陆大人走的时候说过 让咱们看紧这位姑娘 不能让她离开房门一步 大胡子点点头 嗯 那就是了 说吧 冲着那婆子扬了扬下巴 去吧 就只剩下一夜的功夫 可得调教好了 将军放心 那婆子笑了起来 一脸自信 显然是对这样的事情 已经轻车熟路了 她一步步朝着凤与横走了过去 人们都不知道 这唱的是哪一出 正奇怪地往这边看 却听那大胡子 突然又大喊道 赶紧地 把你们的寿礼准备好 本将现在就要开始收了 那头 人们无奈的一家一家上交寿礼 哭泣声比起比伏 而这头 凤与横看着 朝她走来的这婆子 心中冷笑 面上却是现出害怕之色 也开始步步后退 那婆子进了屋 一把 便将房门关上 一笑之下 露出一口大黄牙 忠气十足地对凤与横说 别怕 老婆子我不过是来教你规矩的 等过了今晚 你若是能得到端木大人的宠爱 那婆子 我在看到你 可就得磕头叫主子了 凤与横眯起眼 心说果然被她猜中 陆氏夫妇为了自己的虔诚 要把她送进都统府了 很好 这对于她来说 倒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一晚 凤与横一夜没睡 那婆子的精神头儿倒也是足 口莫悬飞地说了一宿 无外乎就是女人 该如何事后男人的那点子是 不过 凤与横是谁啊 那是活了两世的人精 她要想在这个傻婆子口里 套出点话来 那可太容易了 她告诉那婆子 婆婆 既然老爷和夫人 把我送给了大都统 那我也认命了 借婆婆急言 没准日后得了宠 那也是千玺的造化 千玺会听婆婆的话好好学 日后若是有出息 定不会忘记 今日婆婆受理大恩 那婆子看她如此懂事 倒也是乐得眉开眼笑 只是心里却是不懈地想着 想要有出息 想要得宠 做梦吧 大都统对哪个女人 最多也不过是两三个月的热度 十日一久 便又有新人 都统府内小妾十二房 算上你是第十三个 却不知 那些没名没分的通房丫鬟 可是有不下百个 凤与横虽猜不出 这婆子想的到底是什么 却也能琢磨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这不怕 两人本就是各司其职 他想知道的是 自然会自己问 婆婆 千玺想问 大都统平日里都有哪些喜好 以便好好事后 也省得不小心犯了忌讳 那婆子觉得 于是倒也真讲了一些 关于端木安国的喜好之类 除去端木安国爱吃什么 爱喝什么茶之外 凤与横还问出一些 比较有价值的话来 大都统近几月常往千州去 千州那边的天 可比这北界寒上太多了 府上的十二夫人就比较懂事 她会煮一种暖茶 每次大都统出门或是回家 她都会煮上暖茶端过去 也因此得了不少宠爱 所以 千玺啊 想要收拢男人的心 你就得瞅准了他最需要什么 凤与横俯了俯身 真诚地道 谢谢婆婆教会 却不知 大都统除了暖茶 还有什么是比较需要的呀 这个嘛 那婆子想了想 随即摆了摆手道 罢了 与你说说也无妨 左右你进了府以后 也是要知道的 在咱们都统府里啊 除了那十二房小妾以外 还有位大夫人 虽说不是大都统的原配 但也是几十年前 就进门的正经的纪事 而且还是位千州的郡主 身份可是高贵着呢 但她现在毕竟老了 再加上常年不出府 关起门来整日哀怨着 生生把自己折腾得 看起来比大都统的年纪 都还要大 如今这位大夫人一心理佛 日子都搭在佛堂里 对大都统的事 是不闻不问 可她不问归不问 大都统却不能怠慢了她 还得好生养着 毕竟有千州的身份 在那摆着呢 府里的小夫人们 多次被大都统受益 让他们没事的时候 就去大夫人跟前 尽尽孝心 可府上那些个小夫人 一个比一个心气高 哪里肯干那侍候人的事 千禧姑娘 若是你入府之后 能把这位大夫人 给侍候好了 那你在都统府的地位 可就与别人不一样了 眼下正是都统大人 投靠千州之计 若是你能在府里 帮着大人 在大夫人那里 多讨几分笑脸 这可是大功 凤与横眼一亮 赶紧一脸欣喜地 对那婆子再次下拜 婆婆放心 千禧都记着了 入府之后 定会好好侍候 都统大人和大夫人 待千禧在府里站住脚 婆婆您就是千禧的恩人 你这丫头倒是嘴甜 也比给别人做丫鬟强 千禧从今往后 就一心一意 对大都统和大夫人吼 只是有个事 还望婆婆能够成全 哦 那婆子面露谨慎之色 你且说说是什么事 凤与横赶紧道 婆婆且莫紧张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想着 这怎么说 也是要出嫁了 应该给主子磕个头的 就想能在出门之前 再见我家夫人一面 那婆子明显地松了口气 笑着说 我还当是什么事呢 这个是人之常情 应该的 应该的 你放心 明日一早 陆家大人和夫人 就会回到这边来 有都统府的轿子来接你 他们还得亲自送你上轿 并跟着你 一起入都统府呢 凤与横笑着点头 那样就好 做下人的 就该有始有终 那婆子又讲了好仪气 直到天气发了白 这才打了个哈欠 对凤与横说 行了 你也去歇着吧 养足了精神 省得入府的时候不好看 凤与横心头苦笑 天都要亮了 等些多一会儿 再一抬头 就见那婆子 十分不见外地 自己往里屋走了去 一屁股就坐在了 陆家夫妇睡的床榻上 然后两脚互相蹬着 吞去鞋袜 也不洗漱 直接就躺下睡了 凤与横就不理解了 这种土婆子 到底是怎么混进都同府的 端木安国用这样的人 都不觉得恶心吗 他带着满腹疑惑退了出来 关好门 自个儿在外间躺下 瞇了一会儿 可以只是瞇了一会儿而已 还不到一个时辰 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凤与横无奈地起身 李屋那婆子的呼噜声推响 根本就没听到外面的动静 他把门打开 就见陆家夫妇 带着一脸疲惫走了进来 陆通畔看到凤与横 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会儿 然后皱起眉道 怎地如此疲惫 看看你的眼底都犯了黑 这个样子 还怎么出门子 没等凤与横说话 李屋那婆子的呼噜声 又响了起来 陆夫人吓了一跳 立时就嚷了起来 谁 谁在里面 陆通畔也是一脸怒气 因为今日就是寿宴 他为了向端木家示好 又为了表示 一下自己跟端木家的亲近 特地留在都同府 帮着忙前忙后地折腾了一宿 就想回来歇一歇 却没想到 居然有人睡了他们的屋子 他们的床 这还了得 他心头直火疼得一下就起了来 大步向前 抬起脚 砰的一声 就把里外间隔着的那道门给踹了开 这一脚踹的底气可是十足 毕竟他如今跟端木家的关系 可是更近了一步 这家客栈里的任何人身份 都是不能同他比的 路通盼的一脚 却没把那婆子给踹醒 这人睡相极其不好 被子踹到了地上不说 衣裳领子乱扯了开 路着大半片尖头 裤腿也卷到了膝盖 一双都带着黑灰的脚正 无意识地在褥子上蹭来蹭去 嘴角流着口水 湿了大半边枕头 路夫人差点没吐出来 路通盼都吓傻了 直接着床踏道 这 这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也婆子 这一声喊得很大 倒是经了睡着的人 那婆子柔柔眼 很不乐意地坐了起来 迷迷糊糊地瞅着屋子里的人 不解的问凤与恒 他们是谁啊 凤与恒赶紧答 回婆婆 是我家老爷和夫人 路夫人也在问凤与恒 这个恶心巴拉的人是谁 凤与恒一脸焦急 一边摆手一边说 夫人 可不能这样说 这位是都统府的婆婆 是奉了都统大人之命 来给千玺讲规矩的 这话一出 路是夫妇二人 历时就意识到 自己是说错话了 路通盼及得满面通红 倒是路夫人反应够快 哎呦 一声就往那婆子跟前扑了去 笑意堆了满脸 扬声道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端木大人是我的书公 说起来 咱们可是实实在在的自家人呢 那婆子闷哼一声 她可是听到了 刚刚这路夫人说的话 说她恶心巴拉 哼 怪不得能把自己的丫鬟 都往都统府里送 果然是个见风使舵的人 罢了 这婆子摆摆手 既然你们回来了 就替这丫头收拾收拾 一会儿 轿子可就要来接人了 是 婆婆您放心 保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送到书公面前 她特地强调书公 显然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 那婆子起来整理了衣裳 穿好了鞋袜 白了路家夫妇一眼 自顾地走 就走出了屋子 叫着小二给她准备吃的 路夫人看了凤雨横一眼 一脸假笑地说 你也不用太谢我 毕竟你跟了我 我总得为你 某个好出路 来 我帮你把端木家送的衣裳换上 一会儿美美地上花轿 路通盼见她要换衣裳 主动退了出去 也到楼下去吃走饭 凤雨横听话地让路夫人为她穿衣 却在一切都打点好之后 突然抓着路夫人的手腕说了句 夫人 千禧十分紧张 您可一定要跟在千禧身边啊 给你换的新娘 路夫人自然会跟在千禧身边 只不过不是为了给她押金 而是为了看着她 省得人跑了 凤雨横洗漱打扮 虽然穿的并不是狭屁 但头上还是像回事的 被蒙了的盖头 满意地被路夫人死死抓着手 走出客栈 在这客栈住客的哀叹声中出了大门 上了都同府派过来的软轿 那来交规矩的婆子 与路夫人一并分站在轿子的两边 跟没婆似的紧紧跟随 凤雨横坐在轿子里闭目养神 对于即将要去的都同府 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花轿上门时 都同府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人们都是为了端木安国寿宴而来 好生热闹 那些大顺的官员们 颇有一部分已经想得很开 左右走不了 左右会没命 不如就安心留在此地 没准还能另得一条更好的出路 花轿在门口停了下来 那婆子与路夫人 一起将凤雨横搀扶下轿 她听到有人在小声嘀咕着 听说这个也没鸡鸡 比上一个还要小 端木大人的这番喜好 真是越来越甚了 那婆子手下加了劲 几乎是拽着凤雨横 快步往府里走 七拐八绕的 渐渐地 前院的吵闹声小了起来 直到进了一处小院落 算是彻底地 把那片喧哗隔绝在外 那婆子嘖嘖两声 同她说 都统大人对你 也算是宠爱非常了 这处院子 据说是从前 最受宠爱的第五夫人住过的 只不过那五夫人命短 没活过两个月就死了 从那以后 大都统就把这院子封了起来 以怀念五夫人 还从来没有让其他妾室进来过 她一边说 一边又使劲握了下凤雨横的手 提醒她 记得你昨晚说过的话 进了这都统府 若是有了出席 可不能忘了我 凤雨横用带着 兴奋与喜悦的声音道 婆婆大恩 千玺定不会忘 呦 陆夫人也着急了 千玺 你可不要 只记得婆婆 还有我这个主子 我才是 你能进都统府的恩人 凤雨横心中冷笑 但口上却也是感激不尽 突然站住身 握着陆夫人的手说 夫人 千玺实在是紧张 有些内急 这府里我也不认路 夫人能不能陪我去一趟 陆夫人一愣 内急啊 然后看了那婆子一眼 很明显是在征询意见 那婆子想了想 点了点头 去吧 一边说 一边往一个方向指了指 就在那边 你跟急了 可千万别让新夫人迷了路 陆夫人知道 怕迷路是假 怕她跑了才是真 于是死死地拉住凤雨横 几乎就像是压戒一般 往那方向压了去 凤雨横双耳未动 仔细留意着盖头外面的动静 直到拐了一个弯 陆夫人脚步停下 突然把她头上盖上掀起了半边 然后对她说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她作为一个官家贵妇 是不可能陪一个丫鬟上茅房的 即便这个丫头 马上就要成为端木安国的小妾 凤雨横唇脚挂起一抹奇异的笑来 她已然可以确定 此地除她二人之外 再无旁人 这样的笑看在陆夫人眼里 她也不怎店 心里突然就咯噔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直袭而来 这种预感在她心里 瞬间演变为这丫头定是要跑 于是她条件反射般的 将人一把抓住 急声道 跑 你想都别想 这里是都同府 到处都是侍卫 你只要进来了 就插翅南飞 凤雨横的笑还挂在脸上 甚至比之前更强烈了许多 她告诉陆夫人 我不跑 好不容易进来的 为什么要跑呢 嗯 陆夫人一愣 好不容易进来的 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凤雨横说着话 突然一抬手 猛地往陆夫人脑后一敲 对方来 还不及再有任何反应 已然晕倒在地 凤雨横冷哼一声 直到对付这种 没有丝毫战斗力的人 还真是无趣 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哪里来的胆子 居然还敢算计旁人 她蹲下来 直接把陆夫人 扔到药房空间里 然后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算计着时间差不多了 这才按着原路往回返 那婆子还站在院里等她 一见她回来了 先是一愣 随即又往后头瞅了瞅 却没见着陆夫人 不由得皱了眉不满地问 怎爹 还把盖头给掀开了 你家那位夫人呢 凤雨横说 夫人说是有事 从小陆回前院了 让千玺自己回来 千玺没办法 只能把盖头掀开一点 以便看路 那婆子摆摆手 一把将她的盖头又给打了开 然后不耐烦地道 算了算了 没出息的小门小户 现在你跟她还叫生夫人 等你在都通府站稳脚跟 她就得想尽办法巴结你了 一边说 一边拉着凤雨横往屋里走 有在院中事后的丫鬟 一早就围过来 对凤雨横说着恭喜的话 然后把门打开 将人请了进去 那婆子在屋里又坐了一会儿 嘱咐几句 便让凤雨横自己在床榻上坐着 她自己则又到外头去忙活 前脚刚一踏出房门 立即就吩咐外头的人 把门锁起来 看好了 一只苍蝇都不能往外放 外头有嘴凌厉的丫头立即回到 婆婆说的哪里话 这屋子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更何况大冷天的 哪来的苍蝇 那婆子闷哼一声 又流话道 反正好生看着 我这就去请大都捅过来 以大都捅的性子 新夫人进门 即便今日是她老人家的寿宴 定也是要先过来看看的 说完 甩袖走了 才一走 门口立即就传来了啰嗦的声音 凤雨横勾着唇角 将头上盖头给掀了开 再一瞅这间屋子 里外两间 中间有扇小屏风隔着 窗门紧闭 透过窗纸 能清楚地看到 有许多木条子在外头盯着 简直如牢笼一般 她冷笑起身 坐着的这张床倒是下了点功夫 全部是大红的断面 上头绣着鸳鸯 就连枕头都是一整块的红玉制成 上头盖着雕毛 极为奢侈 她不多等 迅速将陆夫人从空间里拽了出来 直接扔到床上 然后七手八脚地 将她全身的衣物都退进 想了想 干脆又塞回空间里 再把人塞进被子 做完这一切 这才将手又往她一处穴道上伸去 用力一按 那后脑遭受重击下 产生的短暂昏迷 立时过去 人转而清醒过来 可刚刚清醒 凤雨横手下掐着的一根银针 又快速落在她的几处穴道之上 这陆夫人就觉身体一麻 瞬间又不能动了 不但不能动 嘴巴也说不出话来 可她的眼睛却是好使的 神志也是清醒的 她就这么愣愣地看着凤雨横 心头升起无限恐慌 她很想问问凤雨横到底是谁 可话不出话来 敢着急也是没办法 而凤雨横此时正低头看着她 一脸笑意 眉眼间那种乾坤在握的情绪 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 哪里还是那个被主子卖掉 跟在她身边的生妾丫头 陆夫人终于意识到 她被骗了 可是这丫头为何要骗她 这人到底是谁 还有 她这到底是躺在了哪里 为什么感觉自己 竟然是光着身子的 无数的问号在她脑子里划开 可惜凤雨横不可能给她任何答案 只是开了口 淡淡地道 既然这么想巴结端木安国 那就用最直接的方法 送一个丫头有什么意思 这个床要上的话 也是你自己来说 话说完 手一扬 一张大红的喜帕 瞬间附上陆夫人的双眼 将她的视线 完全隔绝在这一片血色之中 凤雨横直起身 挑唇轻笑 然后很是悠闲地 在这屋子里转了一圈 待确定并没有什么 值得发现之物后 便再不耽搁 右手附上左腕 身形一影 借用空间快速走了出去 她的目标地点 是那大夫人所在的佛堂 那婆子昨晚立规矩的时候 曾同她说过 每一位妾室入府 都要先到佛堂外面 去给大夫人磕头 但大夫人根本不见 所以到后来 干脆也把这道程序给省了 换成游下人 带着妾室的明帖到佛堂 去给大夫人一关即可 凤雨横被送进的那个院里 正好有个丫头 奉命要往佛堂去送明帖 她一路跟着 时影时现 一直走到佛堂前的那条小路 这才突然出手 将那丫头打晕 然后再将人和明帖 一并扔进空间 想了想 自己干脆也闪身进去 把那丫头的衣裳 给自己换了上来 再出来时 俨然已经成了 这都同府上的一名下人 她快步往佛堂去 穿过回廊 走到一个月亮门前 不出意外地 被两个明显 有些功夫在身的女卫 给拦了下来 其中一个问她 哪里来的 凤雨横赶紧回话道 奴婢是奉命 来送新夫人的明帖 新夫人 那女卫一声冷哼 真是猫猫狗狗 都好意思自称为夫人 说着 向凤雨横伸出手来 拿来吧 凤雨横面带为难地道 这次没有明帖 没有明帖 没有明帖 你来这里干什么 凤雨横赶紧解释 因为这次入府的新夫人 身份较为尴尬 所以都统大人有命 不让做明帖 只让奴婢过来 跟大夫人口头说一声就好 哦 两名女卫听说 这里面似有文章 二人眼神交汇 其中一人问了句 新夫人是什么身份 凤雨横轻叹了一声 道 是都统大人的 侄孙女 你这笨蛋 一句侄孙女 成功地 把大夫人身边的两个女卫 给恶心着了 二人跟凤雨横几番询问 待确定这事之后 立即将凤雨横给打发走 然后其中一人迅速 往佛堂里跑去汇报 凤雨横心满意足地被赶回来 哼着小曲唱着歌 走在都统府盖满鸡血的小路上 心情倒也是舒畅 就这么油油荡荡地 回到之前那个新房的院子里 再次借用空间挪移 成功地回到房间内 棉被喜怕下面的陆夫人 还是好好地躺在那里 门外院中 却有一阵喧哗声传来 吵了一阵子 就听一个颇具老太的声音沉沉地道 怎么 我多年不出佛堂 这府里的下人都不认得了 这话一出 立即有一片下人跪到地上 其声道 奴婢见过大夫人 之前那女卫的声音也扬了起来 问这院中下人 今日的新娘子是从哪里来的 有个下人说 奴婢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听说从中原过来 好像是萧州方向 那老太的声音又闷哼一声 说了句 端木家道的确有一门旁枝在萧州那边 那老不死的 现在连亲戚晚辈都要下手了 他顿了顿 突然立声道 开门 我进去看看 院里的下人 哪里敢违抗这大夫人的命令 更何况妾室入府 本来就应该一礼去给大夫人磕头的 有小丫头往门口小跑了过来 凤与恒正准备进入空间 却听到门外突然又有一个声音传了来 是个男的 朗声道 夫人 今日怎得舍得走出佛堂 是不是也听说 本都统着第十三房小妾娇小可人 想亲自前来看看 凤与恒眼一亮 一弯得逞之笑 成功地附上唇角 他知道 这是端木安国道了 那位北界三省的大都统 背弃大顺 投了敌国的端木安国 三皇子玄天叶的外公 大顺北界的守门员端木安国 他终于有机会见到了 凤与恒十分干脆 直接钻到他早就视察好的一只大柜子里 然后将柜子开了个小缝 正好可以看到门外走进来的人 听动静 端木安国肯定不是自己来的 早听说北界有闹动房的习俗 端木安国在女人的世上又急爱热闹 昨晚那婆子就给他讲了 如果今日遇到闹动房应该如何应对 他相信跟在端木安国身后的定势 这北界官员甚至应该还有千周来客 他等着看的就是这一瞬间的精彩 端木安国 本郡主既然来了 又怎能不送你一份大礼 门外的喧哗声渐渐大了起来 已然有人叫嚷着要进来看看新娘子 端木安国显然心情不错 哈哈一阵大笑之后 还对那大夫人道 夫人 随我一并进去 让那丫头给你磕头 大夫人冷哼一声 她的确是该给我磕头 毕竟我也算是她的长辈 端木安国一愣 随即又道 夫人你定是在佛堂里关糊涂了 竟说些胡话 走 随我进去 这话说完 就听脚步声大踏而来 那下了锁的门 根本没等下人来开 就听咔嚓 一声直接被人给拧了下来 然后一只大手把门推开 凤雨恒看到一个年近七旬的老者 大踏步而来 精神绝朔 满面红光 走起路来呼呼声风 很是威力 她眯起眼 目露寒光 端木安国 如果她现在拿出一把手枪 可以直接把这人打死在当场 而且还可以保证 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她的行踪 可是这样不行 玄天明的大军还在路上 北界之外前里的兵马还在潜藏 如果现在端木安国死了 北界三省将会立即被千州所接管 这些依旧有着大顺户籍的百姓 分分钟就会变回千州人 大顺几百年奠定下来的基业 立即毁于一旦 一事 他不能干 凤雨恒沉下心 不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只盯看着端木安国 顺着他走动的方向 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很快的正面变背影 呼呼啦啦 进来的一屋子人 立时把洗房给塞得满满 突然 就听 走在最前头的端木安国 移了一声 然后再度哈哈大笑 一边笑 一边对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婆子说 你调教得好 我就说 你李婆子绝对是调教丫头的第一能手 这小丫头 居然这么懂事 自己都爬上 床了 凤雨恒路过人群的缝隙 往里面看 就见那端木安国 果然色影极大 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将自己的大手 往锦背里头伸 带着一脸吟笑摸索半天 渐渐地 脸上的笑就走了样 那婆子长着一双 集会观察人的眼睛 一看端木安国这个表情 立刻意识到 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这新娘子 居然不等老爷进门 自己就钻进了被窝 完全不对劲啊 她正想说些什么 这时 一直站在边上冷眼旁观的大夫人 又开了口 依然是那种老太的声音道 怎么 自个儿的侄孙女摸起来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情啊 比外头那些野女人如何 你究竟在说什么 端木安国大怒 一把将踏上井被给掀了起来 立时 一副全身无一的女人身体 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但也都条件反射一般 瞪大了眼睛 去往床踏上看 一看去 这些跟端木安国臭味相投的男人们 非但对那具身体 没有半点吟邪之意 反倒全部大惊失色 甚至已经有人叫出声来 不是说新夫人才13岁 这 一句话 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 也代表了端木安国的 他直接把眼瞪向那婆子 此刻 那婆子早已经跪到地上 哆嗦得快要摊成一堆烂泥 可他至始至终都想不明白 为何明明是个小丫头 却变成了 咦 这婆子一愣 赶紧抬起头来往床踏上看 就见床上的人一动不动 脸上的盖头还盖着 这时 端木安国已然开始咆哮 他是谁 他到底是谁 那婆子却震震心惊 他记得 刚刚大夫人说了一句话 什么 侄孙女 难不成 难不成是陆夫人 他失声惊叫 直指着床踏上的人道 老爷 可能是陆夫人 您的侄孙女 萧州来的陆夫人啊 端木安国在震怒之中 没反应过来 那大夫人此刻也有些糊涂 他之前没多想 听说是侄孙女 下意识地就往小了想 毕竟端木安国 喜欢小丫头这个事 几乎整个 北界三省的人全都知道 可此时床踏上躺着的 明显是个半老徐娘 还是个肥的肚子和腰 都连在一起的婆子 肚子上都起褶子了 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 入得了端木安国的眼 这大夫人虽然这么多年 都闷在佛堂部出来 但好在还算有点脑子 历时就意识到 自己跟定士被人算计了 对方用这种方法 把他击了出来 让他看到这一出闹剧 明显的是 要把在佛堂 清修多年的他 给再请出山 再一次 将他与端木安国之间的关系 往恶化里推进一步 可惜 他明知道这其中有诈 人却已经站到这里 对于端木安国这张嘴脸 只要多看一眼 就是万万不能忍受的 大夫人深吸口气 上前两步 亲自将那盖头给掀了开 一下就对上了 陆夫人那张惊恐异常的脸 端木安国深吸一口气 眼中喷火 下意识地 已经从身边侍从手中 戳过一柄剑来 猛地就往床榻上刺了去 那侍从倒是脑子转得快 立即把他的动作给止了住 同时急声道 大人莫急 他明显是被人封了穴道 这里面有些猫腻 若是杀了他 可就无法得知真相了 端木安国脑子 马上冷静下来 他到底静卧北界三省 虽已年迈 但头脑的灵活程度 却绝非常人可比 此事刚一出 他是急火攻了心 可现在冷静下来 脑子里对此事 便已经有了几分猜测 他示意随从去 解开陆夫人的穴道 那人也不客气 对着几处私密地方 狠点了两下 随即就听到陆夫人 一声大叫 人直接就往被子里头钻 吓得哆哆嗦嗦 凤与恒坐在柜子里 双手捧着自己的小脸 看热闹 看得这个欢乐 站在外间的围观人群 已经开始小声议论起 端木大人 把自家侄孙女 弄上床这件事 他算计着 依这些人的八卦程度 只要他们出了 都同府的大门 保证不出半天 这事就会传得 整个松州人都知道 当然 他绝不认为 这样会给端木安国 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危害 但恶心恶心人的功效 还是有的 他凤与恒 翘无声息地 进了北界大门 怎么可以再 翘无声息地离开 上门不送礼 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礼间 端木安国 已经跟陆夫人 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问了出来 又跟大夫人身边的 女卫对质了一番 再跟那婆子 确定了逃跑丫头的长相 端木瞬间 倒吸了一口冷气 依他这么多年来 对大顺的了解 特别是近一年 多以来的明察暗叹 那个他原本 想那进门来的丫头 怎么越听越 像是那个京城的煞心 既然郡主呢 难不成 他已经进入北界了 快 端木安国墓中 寒光乍现 大声吩咐道 封锁都同府 关闭松州四方城门 全府 全城 立即给我展开搜捕 务必把那个丫头 给我活捉回来 记住 一定要活的 说完 拨开人群 又大步往外走去 临走近 还不忘处理了陆夫人 把床上那个 给我拉出去剁了 没有人对她的话表示疑意 陆夫人很快就被拖走 只眨眼的功夫 原本热闹的地方 就以人去乌空 凤玉衡从柜子里出来 活动活动身子 踮着脚步往门口走去 正准备探出身子往外瞧瞧 却没想到 突然之间 屋顶便有一丝 几乎微不可闻的响动传来 她心意惊 立即意识到 这屋顶上 已经布下了端木安国的暗卫了 以暗卫的伸手 此时定能将她擒获 她二话不说 右手俯腕 就准备直接进入空间 却在这时 突然有一只手臂 从手头还上她的脖子 凤玉衡心中大惊 手腕翻动 就准备条麻醉针出来 把挟持自己的人给解决掉 却听到身后紧贴着她的耳机 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来 你这笨蛋 不要动 端木安国 本郡主送你份大礼 她几乎以为自己是幻听 想问问 可门口那北界的暗卫 却已经悄悄地推门进来 背后之人又带着她 往另一个角度挪了挪 这才能够保证对方看不见她 两人就只要在房梁上躲了一会儿 直到确定一面的人又出去之后 凤玉衡吸吸鼻子 突然张开嘴 一口就往还在自己脖子前的那条 手臂上咬了去 身后那人疼得一哆嗦 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只能咬牙忍着这种折磨 直到凤玉衡咬够了 松开了 她这才长出一口气 我好心救你 你还要我 真是要了命了 她怎么就摊上这么个 不让人省心的主子 凤玉衡冲着她挥挥拳头 压低着声音小声道 搬走 你伤成那样 不好好在惊养着 往北界折腾什么 早在对方开口说第一句话起 她就已然听出 身后之人便是她的暗卫搬走 这才老老实实地配合行动 只不过这突然的惊吓 还有这小子不好好养伤的罪 就必须得严惩 搬走闷哼一声 无意与她多说 眼下这房梁上 实在不是说话的地说 她将手臂揽凤玉衡的腰身 提醒她 抓着我 我带你出府 不及凤玉衡答应 人就已经腾空而起 直奔着屋顶边沿 一处被搬走提前破坏的窗子 就窜了出去 凤玉衡对这种 被人带着用轻弓飞行的事情 已经很习惯 她甚至还能腾出心思想想别的 比如说 搬走 你飞慢一些 好不容易来一次都同府 总得视察下芙蓉芙梦 搬走一向都觉得 她家主子心特大 这种印象在此刻再度膨胀起来 她咬牙道 这地方有多危险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带你出去 都得加万番小心 你还要看风景 不要命了 凤玉衡摆摆手 命肯定是得要的 不过我就想啊 我堂堂大顺朝的寄安郡主 既然能屈尊来到北界的都同府一游 怎么说 也不能空手来不是 搬走提醒她 你真没空手来 给人家送了个侄孙女当新娘子 这里够重了 咱不折腾了行吗 你要有点什么事 不用殿下把我皮 我自己 就一头撞死算了 凤玉衡觉得 她这安慰胆子也推小了 搬走 好歹你跟着我一年多了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她不满地说 你都有胆子 偷偷跑到北界来 怎么就没胆子 在这都同府里多转几圈呢 子子 她伸手指往后戳 小雷坠 你若不来 本郡主在这里玩得更开心 搬走气的头上都直冒青烟 咬牙切齿地道 真没良心 我大老远地赶着你们 好不容易要赶上了 却听说你给人家当丫鬟去了北界 我追了一路 好不容易追到这都同府 却又看到你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来 还说我是雷坠 刚才要不是我救你 早被人家发现了 凤与恒撇撇嘴 这坑没法闹 不过再低头看看 这偌大都同府来都来了 不留下些什么 我掉不掉架的好说 毁了玄天明的仪式英明就不好了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班祖心中腾生起来 他紧张地问凤与恒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凤与恒的轻轻松松 右手却已然透过左腕 探入空间之内 你说 最能证明本郡主来过的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 班祖答得干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人家还要运轻动 还要观察敌情 还要跟着府里数不清的暗卫周旋 你个当主子的 居然跟我落上科了 这也太要命了 凤与恒也觉得太要命了 不过要的不是班祖的命 而是这座都同府的命 他说 本郡主代表豫王殿下到此一游 临走了留点纪念吧 说完 班祖就眼睁睁地看着这女人 从袖子里一个一个的火球子 往外掏 霹雳啪啦地都扔了下去 一刹间 他们掠过之处 大火突然而起 带着一股子刺鼻子的味道 迅速地燃烧起来 班祖突然想到 玄天明表达不满的方式 似乎就是看谁家不顺眼 就给谁家放把火 从前那定安王府 都被他烧过两回了 感情凤与恒说的证明方式 就是这个 班祖挑起唇角 终于由衷地赞了句 干得漂亮 都同府突然起火 下方一片混乱 暗卫清朝而出 终于让班祖 撑不住压力暴露出来 不过二人却丝毫都没有害怕 班祖是典型的欠揍体制 越危险越兴奋 端木安国的人奈何不了他 两人一路急窜而逃 凤与恒手下动作却从未停过 一个一个点燃的酒精棉球 往下扔去 一间一间的房屋燃起火来 天上大雪 地面大火 就像在比试较量一般 看谁能压得过谁 最终 还是雪花败下阵来 哪怕老天爷把再多的雪花 撒向人间 都没有办法压制住 这突然而来的大火 火势越来越猛 化开了累积一地的冰雪 北界的大地 在这样的季节里 难得一见地露出土色来 就为了查出那调换新娘的丫头 也正因此 府上一个大门 两个侧门三个小门 全部都封得严严实实 来祝寿的人挤满了院子 眼瞅着火势 从后院一点一点地往前院逼近 甚至都能感觉得到 空气中传来的热浪了 然而 却是眼睁睁地出不去这个大门 一时间 尖叫声四起 撕心裂肺 整个都同府一如炼狱般可怕 凤与恒被搬走 带着急速而行 隐约看到端木安国 也混在人群中 一边大喊着不要乱 一边死瞪着府门 似乎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打开 可人们哪里容得他考虑 热浪越来越近 什么关机压制 什么端木安国 什么北剑 什么投敌 统统都被抛到了脑后 他们齐心协力地开始撞门 又或者说是后面的人 拼了命地去撞前面的人 一下一下 最前面贴着门板的几位 已经被挤得神志不清 可求生的意识 却依然浓烈 终于 府门撞开了 人们收不住事 一下子压倒了无数人 纵使端木安国 也控制不住这样的乱世 毕竟火在屁股后头烧着 若执意把这些人留住 那就相当于 要把他们统统烧死 他知道 如今除了放他们跑 别无他法 好在松州城门紧闭 这些人就算是跑 也跑不出他的手掌心 没有端木安国的阻拦 人们蜂拥地往门外挤 一出了门 立即四散开来 甚至有的人 抱着能借此乱逃出北界的想法 已经开始拖家带口子地 往城门的方向跑 而班走与凤与恒这一路 也并不是很顺畅 他二人行踪早就暴露 甚至凤与恒 还跟端木安国对看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 惹得端木安国勃然大怒 那样子 看在凤与恒眼里 就是愤怒的牛魔王 眼珠子瞪得溜圆 那骨子气儿 撒不出来 像是要把身体给撑爆一样 无数暗卫冲飞上来截杀 班走的兴致 也彻底被挑了起来 一手揽着凤与恒 另一手直接把 盘在腰间的软件给抽了出来 几个回合下去 便斩了数名北界高手 凤与恒也没闲着 麻醉枪一手一支 看到谁就射谁 武林高手们 或许躲得了徒手扔出的暗器 但对这种 用超出他们理解范围之外的枪 射出来的细针 却是无处可躲 很多人才冲飞到一半 就中了麻醉枪 很倒霉的 直接就摔了下去 这一战 都同府的人 有一多半都是摔死的 端木安国气得哇哇大叫 却也知道 这次根本留不住那二人 再加上火势越来越猛 有下人已经跟他汇报说 火里不知道掺了什么 水不太好灭 后院的妾室们 都大哭着跑了出来 那千州的大夫人 也急匆匆来到前院 一家子人围着端木安国 等着他做个决定 端木安国气归气 面对这样的结果 倒算是个能抛舍得下的人物 就见他大手一挥 朗声道 全部撤离 下人们立即训练 有速地整合起来 暗卫和护卫们在外围 下人在第二层 主子们都在里面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迅速地出了府门 可惜这火起的急 根本来不及被车 甚至马都烧死了一半 喂马的人 只牵了几匹 明显是受了荒的马 往这边跑来 询问端木安国要不要骑 端木安国气得一脚 把那人给踹出老远 那人手一松 受惊的马斯鸣升起 而后不受控制地冲入街道 自顾地逃命去了 没马没车 人们就只能在雪地里不行 那些小倩们跑出来时 都没来得及穿上后衣物 在府里被火追着的时候 不觉得有多了 可这一出来 寒风一扫 一个个便冻得面色惨白 端木安国这一辈子 都没有这样恨过 哪怕当初三皇子出世 端木轻出世 他纵然大怒 却也不至于像今日这般狼狈 事到如今 他就是再傻 也能猜得到 那个丫头是什么人了 大胜的继安郡主 跟九皇子定了婚约的那个丫头 除了他 这天底下 再也没有哪个小姑娘 胆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屎炸 更不可能一把火烧了他的都同府 他狠狠地握住拳 回过头来死盯着 已经无法控制火势 即将被焚烧一空的府邸 心里头的恨意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端木安国在心中启示 他以端木家族的列祖列宗启示 此生必将亲手斩杀那信奉的丫头 必将亲手 把九皇子砍于刀下 本郡主与你谈一笔交易 此刻 凤与横跟搬走 二人正趴在都同府 斜对面的墙头上 因为他手里握着麻醉枪 让都同府那些暗卫们 莫名其妙地晕厥摔死摔残 再加上伙食越来越大 端木安国果断地选择放弃追击 而这一代的人们 躲得躲逃的逃 再加上还有胆大看热闹的 所有的注意力都被都同府所吸引 根本无暇顾及到 本来已经远走的二人 居然绕了一圈 又偷偷地回来了 凤与横双手拖着下巴往下看 一边看一边问搬走 你说 我送的这份大礼 不算给玄天明丢脸吧 搬走挑着纯一脸的邪笑 回答他 何止是不丢脸 简直是太长脸了 凤与横很认真地说 那就好 说完 又继续去看那座被焚烧的府邸 都同府内 所有的下人都已经撤了出来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去扑灭这场大火了 甚至都没有办法 从里面抢救出一些东西 好在主子们都已经撒离 下人倒也没伤几个 只是死了不少护卫 此刻尸体就在大火中焚烧着 弥漫出一股子特殊的味道来 因都同府是这松州范围内 最高存在的一座府邸 所以 在他的四周并没有任何人家 这一整条巷子 就只有这一户人家 所以 这场火能烧得到的 也就只是都同府而已 再加上天上下着雪 火是在这一端烧的热闹 却是一点都没有扩散到外面 凤与横对自己的放火技术 十分满意 两人又看了会热闹 搬走劝他 走吧 想办法出城 咱们先去跟前里的大军会合再说 出什么城啊 还没办完呢 为什么要出去 府都烧了 你还要干什么 搬走苦口婆心的劝 主子 祖宗 咱走吧成吗 你知道 接下来这松州城里 该会有多危险 你知道 端木安国疯狂之下 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 来搜捕你 放把火就行了 你也没吃亏 他倒是赔了本 这样还不够吗 到底还要干什么 凤与横摇摇头 做了个深呼吸 他告诉搬走 我来北界 并不只是想要给都同府放一把火 事实上 在你出现之前 我根本也没想过要这么干 放火不过是一时兴起 算是表达一下 我对端木安国那个老银贼的问候 而我来这北界 是想要知道 这三省跟千州之间 是不是真的打断骨头连着金 这跟金连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 端木安国判出大顺投靠千州 真正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他这样说 搬走到也沉下心来仔细想了想 然后没有再催促他出城 只是道 我是你的暗卫 反正你在哪里 我都是要在哪里的 凤与横收起严肃 笑嘻嘻地拍上搬走的肩 虽然说你的确确实的累赘 但是总的来说 暗卫还得是自己的好 姐姐姑且原谅你 搬走嘴角一阵抽搐 没再说什么 脑子里却是在合计 如果不出城的话 应该去哪里比较好 客栈肯定是不能住的 可也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就在搬走算计着 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时 凤与横却眯着眼 盯上了那徘徊在都同府门前 不肯离去 或者说不知道该往哪去的一个人 他用胳膊肘撞了搬走两下 伸手接着下方那人道 看到没有 就他 不能让他跑了 搬走顺目看去 表示不认识对方 凤与横同他讲 和天府通判 姓陆 我就是扮成他们家的丫鬟 进的北见 搬走立马明白了 就是他把你送进了都同府 凤与横点头 对 为表成见 我把他老婆扒光了 扔到了端木安国的床上 当时端木安国那个表情啊 哎呦呦 他想想就觉得好笑 搬走你是没看到 那场面可是相当精彩 搬走磨牙 冷哼一声 我看到了 从打你往佛堂那边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凤与横一哆嗦 就听搬走又道 你要不是我主子 我一定当怪物 把你给扔到河里去喂鱼 凤与横又一哆嗦 两手死抓着搬走的胳膊 同他商量 大侠 小女子愿意给你当一辈子主子 只求大侠手下留情 留下小女子一条性命 搬走觉得 早晚有一天 他得让凤与横给整磨针了 真不知道这么个神经病酒店下 到底是怎么忍受下来了 他决定 趁自己没封之前 赶紧把正事给解决掉 于是开口道 正愁没地方住 倒不如跟着那信路 借他的地方落个脚 灯下黑 端木安国怎么也想不到 咱们会藏到这位通判大人的住处 他熙熙鼻子 又说了句 就是怕他不再留在北界 要跑 凤与横摇头 不可能 我可以断定他不会跑 哦 搬走问他 为何如此肯定 他分析说 他要想跑 刚才趁乱就已经跑了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地方去 回大顺 他是给端木安国祝寿之臣 又是端木家旁之的外妻 大顺不会放过他 可若留 今日出了这样的事 怕是端木安国也容不得他 搬走 你猜猜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 搬走摇头 我怎么知道 凤与横笑笑 主动为他解惑 若我没猜错的话 他此刻应该是在想补救的办法 看看有没有办法 让他得到端木安国的原谅 并且能够留在北界任职 甚至成为端木安国的左膀右臂 而他的依仗 我猜 应该就是他 原本就打算送给端木安国的那份寿礼 搬走不明白 那寿礼很特别 凤与横点头 是很特别 特别到我这一路 都没看到寿礼在哪里 见搬走面露疑惑 他又接着道 意思就是说 这一路 陆家夫妇并没有带着 能够作为礼物的东西 他们的马车里 除去随身衣物之外 是空的 搬走心里一惊 目光又往人群里那路通判处投了去 同时道 主子的意思是 他们带的东西 或许可以贴身携带 嗯 凤与横点头 直了直身子 他走了 咱们在后头跟着 二人就这样一路跟着陆通判 直接就跟到了凤与横之前 住过的那家客栈里 陆通判还住在那间房 经了这一场大火 客栈里的人少了一半 他二人是沿房梁走的 从上往下 将这店里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连掌柜的说的话都收入底 出了点子是就要逃 还说都是大顺的当官的 胆子这么小 话又说回来 跑了又能怎么样 能跑得出这松州城吗 我告诉你们 我在这松州开了二十年客栈 就从来没听说 一个人能从端木大都统的 眼皮子底下逃出去 这掌柜一边说着感慨的话 一边张罗着小伙计 去多煮些茶 给每间房都送一些 陆通判上楼时 也听到了掌柜的话 他在楼梯中间站着听了一会儿 心下便有了合计 他倒是很赞同那掌柜的说法 因为家里夫人是端木家的旁支 他对于北界的事情 自然就听说得更多一点 他知道端木安国此人心狠手辣六亲不认 为了达到目的 别说是个亲戚 就是亲生儿女 他都肯出卖 那些试图逃出北界的官员们 最多不过半天就都得被抓回来 亦或者就地处死 他心下一哆嗦 脚步加快 登登登就上了楼 谁知房门一推 还不带他喘口气 突然衣领子就被人往前一拽 整个人都往前扑了去 随后便是关门的声音传来 待他终于站稳 一看头 就看到那个原本应该送到都同府的丫头迁徙 正笑盈盈地端坐在外间的炕上 这种感觉让他生出一阵恍惚 就好像之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夫人也还在里屋睡觉一样 可是他知道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他的夫人眼下已经成为端木安国刀下的一缕冤魂 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罪魁祸首 就是眼前这个丫头 路通盼头脑一热 眼里熊熊怒火就腾生起来 抓着他衣领地搬走一看 这架势就想笑 干脆松开手来 任其随意发挥 他倒是要看看 一个文官 面对他家这个要命的魔头主子 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路通盼得到自由之后 想都没想 直奔着凤雨恒就扑了过来 双手成爪 看那样是要去抓凤雨恒的脖子 结果这一扑 非但没把人抓住 也不怎的 这形势就扭转了过来 变成了他的脖子 被凤雨恒给抓了住 这一抓可不是普通的抓 路通盼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没被过去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知何时 双脚禁了地 而掐住他脖子的小丫头 因为个子小 此时整个人竟然是站到了炕上 只用一只手就把他给提了起来 意识到这一点后 这路通盼也顾不得喘气的问题了 他额上的冷汗 立时就渗了出来 他知道 现在不是他想掐死对方 而是人家只需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让他死掉 而且 这种力量下 他断没有逃跑的可能 一想到这 他的脑子也清醒起来 对方去而复返 又到这里来找他 肯定不是为了杀他这么简单 若是另有所图 他的命也许还能保上一保 看着他眼中心绪转换 凤宇恒不用猜 也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这路通盼就是个胆小怕失的主 没什么主见 一切都靠路夫人出头 而今路夫人已经不在了 这男人就相当于失了主心骨 倒是好拿捏得很 他冷笑一声 挑着唇道 路大人 本郡主与你谈一笔交易 如何 动国本的寿礼 一句本郡主 路通盼的脑子 瞬间嗡的一声炸了起来 作为离京城最近的和天府通盼 他对于京城官员的人事任免 向来会多留几分心思去打听 他知道 大顺朝的郡主 原本有一个清乐一个舞阳 可那清乐 不过是个异性王家的女儿 又已经贬为庶民 正经的郡主 就只有舞阳一个 后来舞阳加封公主 而郡主的位置 就给了一个 让大顺提之能够新朝澎湃 千州提起来 有恨之入骨的人 凤宇恒 眼前这丫头自称郡主 在看他这样貌 他这年纪 跟舞阳郡主有些出入 但跟那寄安郡主 却是无限吻合 路通盼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如果这个女孩 真的是寄安郡主 那她到底是 借了几头狼的胆子 不但把人家当丫鬟使 居然还送进了都同府做小妾 我 我不知道 路通盼颤着声说 我不知道你是郡主 你不是说 是右相封大人家里的吗 这一说话才发现 自己都出气 多入气少了 脖子上的这只手 跟个铁钳子似的 掐得她快要晕厥 姑奶奶要是高兴 说是皇帝的女儿都有可能 她撇撇嘴 不过父皇没有女儿 这个谎怕是 扯了容易露线 她叫出父亲 路通盼的心彻底就凉了 既然郡主的身份做时 她还能有什么活命的指望 路通盼心里阵阵发凉 甚至一股子死意都蔓延开来 可凤与恒却没在搭理她 只是偏了头自顾地跟班走说 这种奴隶制度实在是不好 花钱雇人为自己进行生产劳动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若就凭着自己有钱 便可以连劳务者的人生都给买下来 可以婚姻 决定生死 这简直太不人道 班走问她 那你觉得什么样才算好 凤与恒说 每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体 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工作自由 人生更得是自由的 任何人没有权利操控 即便是父母 也只是意见供给方 而不是最终决策方 这样的话别说路通盼 就连班走听着 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凤与恒身边的下人就这点好 不管他们主子干了什么 那都是坚决拥护 哪怕凤与恒今天说要造反 班走都义无反顾地 帮她向着大顺 砍出第一刀 好 班走点头 但有一天这天下你说了算 咱们就这样试试 凤与恒美滋滋地也跟着点头 那路通盼 却已经听得想要自杀了 是的 就是想自杀 规矩她懂 看到了不该看的 要死 听到了不该听的 也要死 刚刚说什么要做主天下 这寄安郡主 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种大忌被她听到 还有活路吗 正想着 凤与恒终于又想起她来 这回倒是松了手 砰的一下就把人给扔到地上 然后问她 之前说的要做个交易 你还没答应我 同意是不同意 路通盼好一阵咳嗽 总算把那口气给喘上来 却是腹在地上 哆哆嗦嗦地不敢搭话 凤与恒盘息坐下 认真是问她 我只想问你 带到松州来的寿里 究竟是什么 你的回答如果能令我满意 我保你活命就是 路通盼一阵 迅速地在脑子里 把这个事转了一遍 然后不确定地问 郡主所说的保命 是在这北界保 还是自然是 送你回到大顺中土 与家人团聚 有本郡主在 大顺朝廷不会对你陆家 进行任何追究 路通盼眼睛一亮 可随即又黯淡下去 无奈地道 郡主说笑了 这北界严防死守 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更何况是人呢 郡主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吩咐吧 下官根本也没有抗拒的本身 凤与恒摇头 强迫得不到真话 我只告诉你 这北界三省 我凤与恒进行 就一定能处得 那独同府 我看不惯 便一把火给烧了去 端木安国又能奈我何 陆大人 端木安国到底能不能留你的命 你还在赌 而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 给你活命的机会 这两边如何选择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另外 我必须提醒你 陆夫人的事 在端木安国心里 总归是个疙瘩 你们之间的关系 准确来说算是仇人 跟他合作 无异于与虎谋辟 陆通叛心下一探 他知道凤与恒说的是事实 这也是他之所以 并没有马上去找端木安国的原因 而至于为何还能让他住在这里 他想 应该是都同府上出了大事 现在人家 还没顾得过来他呢 终于鼓起勇气 抬头看了一眼凤与恒 这丫头在马车里 跟他相处了两个多月 可是这样犀利精明的目光 他却是第一次看到 如陌生人一般 再不是那个怯生生的千玺 终于 他无奈地点了头 好 我相信郡主 凤与恒唇边勾起一抹笑来 那笑中带着阴谋得逞的感觉 很残忍 但陆通叛却只能硬着头皮选择答应 与端木安国是鱼虎谋皮吗 他怎么觉着 与这继安郡主合作 就是与郎谋心呢 不知郡主想要的交易是什么 他低下头问凤与恒 心下也在猜测着 自己有什么东西 需要对方交易的 难不成是那个 正想着 凤与恒的声音便又传了来 他说 我用来与你交易的东西 便是你全家人的性命 而要跟你换的那样东西 是你带到北界来 想要送给端木安国的寿礼 虽然昨天晚上 已经有都通府的人到这客栈里来 将各家各户的寿礼都收了上去 不过你们夫妇却并没在客栈里 想来 那东西应该还在陆大人手里吧 陆通叛心里咯噔一声 被他猜着了 这位郡主要的果然是那物 那是他最后的保命手段 他都已经想好了 如果端木安国六亲不认 想要痛下杀手 他就以那东西为妖邪 带出了北界之后再交给他 然后立即报官 拼着坐牢的风险 也要请大顺官员出手保他一命 可是现在 凤与恒开口要了 陆通叛又矛盾起来 不过他倒也是个痛快之人 这番矛盾 不过在心里打了个转 立即就有了决定 他站起身 背过凤与恒 自行在衣上里摸索了一阵子 终于拿出一个信封来 再转回凤与恒面前时 便将那信封往前一递 道 下官为端木安国备下的寿礼 就是这个 郡主请过目 班走抢在凤与恒前面 将那信封接了过来 然后自顾地拆了开 看了一眼之后 才递给凤与恒 同时道 这东西 倒真是能在端木安国 这里讨个好 说着 又看了眼陆通叛 冷笑道 姓陆的 区区和天府通叛 你却能手握这份名单 我倒是很想知道 这东西 究竟是怎么来的 没错 陆通叛递上来的东西 就是一份名单 凤与恒在接过那名单之后 也有了同班走一样的疑问 大顺几乎一半的官员 行贿受惠名单 都在这上面 甚至详细道 每一件事 可收受多少银子 陆大人 这东西 你是从哪得到的 他几乎可以肯定 这东西 绝对不可能是 这陆通叛自己收集到的 名单上人员 他只掠扫了一下 至少有三十个出头 且其上 标明了官阶品级 有不少还是正三品网上 甚至有不下五人 还是上得去朝堂的金官 受惠数额之大令他都炸舌 凤与恒知道 这种东西 若是落到端木安国手里 那就相当于 这些高品阶官员的命脉 被握在了北界 虽说贪污收受钱财的官员 与蛀虫无益 但即便要治 也是一步一步治 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铲除 那是动国本之事 更何况 眼下这名单他是看到了 玄天明知道吗 天武帝知道吗 恐怕就是知晓一些 也不是全部 这些人 天武帝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要他们对大顺有功 就可以暂时留着用 但怕就怕这些人 被端木安国控制 那样一来 大顺岌岌可危 凤与恒深吸一口气 再度将阴寒目光 投向陆通盼 只一眼 陆通盼就觉遍体生寒 好像那双眼睛 能看到他骨子里去 让他再守不住半点秘密 我说 他颤着声 腿肚子都哆嗦 要不是搬走扶了他一把 差一点就又跪了下去 这份名单 是我偷偷抄录的 记录他的人 是何天府之府郑怀安 凤与恒眉心微皱 何天府之府 郑二品官员 以他的地位 若是下点功夫 的确是能够调查 并收录出这样一份名单位的 虽说不知道那郑怀安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做了这份名单 但陆通盼偷偷抄录 下来要送给端木安国 这样的卖国求荣之人 留他活着 倒真是太便宜他了 他心中冷笑 一个决定悄悄打下 面上却不动声色 又问陆通盼 这名单除了陆夫人知晓之外 还有谁知道 陆通盼赶紧摇头 没有了 至少从下官这里 并没有给第三个人看过 至于郑怀安以前 有没有透露出去 下官便不得知 他话刚说到这里 此时 就听客栈大厅里 突然起了一阵喧哗 有人大力将门推开 有人登登上楼 很快地便有个熟悉的声音大喝道 里头的人都听着 大年初一 北界三省的百家宴如期举行 地点就在端木大人的东宫 届时会有马车来接 另外 给你们一颗功夫 即刻换好衣裳 到客栈门外集合 本将带你们去看看 那些试图逃跑之人的下场 千州皇室露面 大年二十九 这天的下午 松州大雪漫天 云层发暗 压得极低 像是要触到人的头顶一般 所有人都凭空地 生出几许压抑来 原本住满了三家客栈的 大顺官员 经历那一场大火 跑了至少三成 而剩下的那些人 在那大胡子将领的压送下 都从客栈出来 集中到了松州城中心地带的 一片广场处 凤玉衡与班走二人 也混在人群中 有一部分绑在图腾柱子上 还有一部分就跪在雪地里 有男人有女人 还有小孩 有人把那些绑着的人给认了出来 师生道 那不是丹州孙大人吗 还有他的女儿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被人们认出 他们终于明白 广场中间绑着的人 都是在都同府的大火之后 试图逃跑的那些 可惜 这才多一会儿功夫 就都给抓了回来 人们议论升起 纷纷猜测着 这些人该会被如何处置 这时 就见那大胡子将领一挥手 大声道 都肃静 待四周终于安静下来之后 这才指着广场中间的人说 你们既然已经投靠了端木大都统 却又借着都统府起火意图逃跑 如此出而反而 不能与大都统共患难 这样的人要之何用 今日 本将奉大都统之命 养我北界三省之威 而等叛逃者 一帅问斩 哗 人群又再度沸腾起来 这么多人 他说要问斩 不可能 最多杀一两个做做样子 杀三个最多了 你们看 逃跑的人至少也有五十网上 是啊 听说今年来到北界 给端木安国驻寿的官员 有足足六十个 再加上每人带的家眷 足足近两百人啊 人们说 如果这些人真的被杀 那我们的下场是什么 这样的议论铺天盖地而来 那大胡子听得清清楚楚 却并不在意 只是继续朗声道 本将说斩 那就是斩 一个也不能留 端木大人说了 投靠他而来的诸位同僚 咱们北界定不会亏待于你们 可若心智不定 逮着个乱子就想跑 可别怪北界的刀六亲不认 他说完 冲着早已经在广场一侧 站立着的筷子手一示意 那些提着刀的凶神 立即大踏步向广场中心走去 下面围观的人 集体倒吸一口冷气 筷子手提着的 寒光蹦现的大刀 在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真的 夫人小姐们 已经把眼睛闭了起来 有的吓得瘫倒在地 有个男人呢喃出声 这简直就是屠宰场 一句话 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包括凤与恒的 他与班走都站在人群里 围观的人中有官员 也有百姓 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二人 搬走低下头 小声地跟凤与恒说 端木安国是来真的 就不救 凤与恒皱了没 怎么救呢 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也架不住人多 就凭你我二人 北界冰江的手里 把这四十多人抢出来 更何况 即便是抢了 能把他们送到哪去 他心头升起一阵烦躁 在看广场中间 筷子手的刀 已经架上了那些官员 及其家眷的脖子 哭天喊地的声音直观而来 这种感觉 比他在都同府放火可怕多了 他放火 挑的是没人的院子房子 即便有烧死的人 那也是端木安国养的护卫 和筑旗为虐的家丁 可眼下这些官员 纵视他们自己有罪 他们的家眷 却是无辜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 就这样被砍了 他做不到 可不眼睁睁地看着 眼下 又有什么办法呢 凤与恒的脑子 在急速地运转着 他知道 想要阻止或者是拖延 这一起砍头事件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此地 立即有另外一场动乱发生 那大胡子将领 似乎很享受那些人恐惧的样子 他甚至对着一个 吓得快要晕厥的女子 猥琐地笑了起来 凤与恒问班走 你说 如果我把那大胡子杀了 这事儿是不是能缓缓 他说话间 右手已然探入到药房空间里 正在手枪和麻醉枪之间徘徊选择 却在这时 忽然就听后面猛的一声裸响 震天一般 让所有人的心神都气颤了一下 即便是凤与恒和班走二人 都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他大惊 下意识地就要回头去看 手腕却被班走一下给握了住 然后小声道 别回头 刚刚那一下子 明显是运了内力在敲锣 你看看其他人 凤与恒这才注意到 身边众人在那一声裸响之后 都正在了原地 一个个表情痛苦 眼神却又有些迷茫 身体像是僵化了一样 动弹不得 咱们现在回头 就显得太突兀了 班走小声说 看着人群 他们什么时候能动 咱们就跟着一起动 好在这样的情况道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凤与恒算着 不过八秒人们 便开始慢慢地恢复正常 然后一个个街面 带惊恐地回头看去 包括广场上行行的筷子手 和那大胡子 也都转向后方 暂时停下了手中动作 凤与恒这才与班走一起回头 只见后方街道上 有一辆极大的马车 正往这边缓缓而来 许是因为走在街道上 赶车的人控制着马的速度 几乎就是在夺步前行 可即便是夺步 那马匹卖步时的力道 也是十足 他的雪地咔咔地响 这辆大马车 由五匹马一起拉着 比玄天明的公车 还要多上两匹 马车的车厢很是独特 不是木料搭建而成 晶莹剔透的 像是水晶 但仔细去看便会发现 那根本不是水晶 而是一种印度极大的寒冰 车厢外头分占了两名女子 皆是一身白袍 扣着斗篷的帽子 手里个体一盏莲花冰灯 那车厢帘子 时而随风轻动 隐约能看到 里头坐着的人 是穿着红袍的 这马好生奇怪 凤与横眯着眼睛看过去 怎么琢磨都琢磨不透 为何马不像马 反而在偏头间 能让他看到着狼样的眼睛 搬走告诉他 那是千州独有的一个品种 据说是猎马 与极北之地的白狼交配而生 最是姓猎 十分适合在冰寒的地方生存 甚至能驮着人翻过雪山 都不带打一下滑的 他的知识观再度被刷新 马还能跟狼杂交 就生出来这种玩意 凤与横一片凌乱 搬走却又告诉他一个事实 千州就是靠着这些马 和他们的滨寒世界 才能这么多年屹立不到 大顺也才能这么多年 都不想动他 我听说 当初祖弟爷在世时 打下北界三省之后 其实按兵力来说 一举拿下千州一点问题 都没有 可奈何一过了江州 就已经冷到了大顺人 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步 别说是将士 就连战马都动得僵硬 祖弟爷带着人 又往前推了一个线 可惜 最终却被骑着狼马的千州人 又给打了回去 凤与横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有些没底 他没去过千州 印象中 如果按前世地图来看 千州应该是在俄罗斯境界内 接近冰岛 但事实上 也许并没有那么远 毕竟这个时代的国家 不能同后世相比 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千州人 都在讲着跟大顺人一样的话 玄天明曾说过 大顺边境的四个国度 与大顺同属于一片大陆之上 在这片大陆上 人类的语言是相通的 他多年前也曾见过一个 不属于这片大陆的人 那人说的话 便是谁都听不懂 最后需要画图 才能讲明白 是来自何方 如果这么一算 千州若也是华夏国土的话 断不该有那么冷才是 战马都冻僵 那得冷到什么地步 华夏国土上 哪有那样的地方 怎么了 搬走见他有些愣神 不由地问了句 凤与横摇了摇头说 没什么 只是在想 千州为什么那么冷 看来 这个不属于泱泱中华上下 五千年历史的大顺潮 连带着地貌版图 也是与后世不一样的 不能再用他所掌握的后世 只实在去推断了 这时 那五匹 狼马拉着的冰车 也走到了人们面前 那些站在边缘的人们 立即闪了开给冰车 让出一条路来 可冰车却并没有再走多远 很快就停了下来 那站在车厢外的两位姑娘 手中连灯一条 其中一个扬声道 前方出了什么事 这一声明显也是运了内力的 那大胡子 还离着老远 就听了得清清楚楚 历史心中一震 赶紧就跑上前来 狼马 冰车 只凭这两样他就知道 来人必是千州皇室之人 只有身份尊贵到皇室者 才有资格坐狼马拉的车 更何况 还是五匹狼马 他到了冰车前 立即恭敬下拜 同时回话道 小的奉端木大人之命 正准备处斩大顺 前来北界助寿 却又借大伙逃跑的那些官员 他一边说 一边往那两个丫头手里 提着的冰灯上看了一眼 那两朵莲花一入目 他立即就是一哆嗦 原本是站着 这一下就改成了柜 同时在雪地上磕了个头 高声道 奴才叩见莲王殿下 殿下千岁千千岁 莲王殿下 莲王 凤玉恒看向班走 眼神中头去询问 班走摇了摇头表示不知 不过再想想 便又告诉他 如今的千州国君 是夺敌登位 他只有一位孢姐 就是那康仪长公主 其他的兄弟 皆是同父异母所生 说白了 也就是从前的敌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朝代的夺敌之战 都无法避急 千州那一场 持续了十多年的大战 更是激烈 先帝十数个儿孙 死在夺敌战中 算上现任国君在内 剩下的儿子不到五人 接封王 凤玉恒点了点头 如此说来 这莲王就是千州皇室之人 国君的堂兄弟了 应该是 二人说话间 站在车上的丫头又开口了 直问那大胡子道 你不去给端木大人祝寿 聚了这么多人在这边挡路 所为何事 言语间急不客气 可那大胡子 却一点都不介意 他毕恭毕敬地回话说 这些都是试图逃跑的大顺官员 端木大人有命 一律问斩 问斩 那丫头皱了下眉 这么多人都要问斩 大胡说点头道 是的 端木大人说了 心智不坚定之人 与其劝 不如杀 一边说 一边又看了看那些 围观的官员和百姓 又道 这些人也一样 但又不好多说什么 干脆转身回到了车厢里 不多时再度出来 却是对那大胡子道 莲王殿下说了 明儿就是除夕 后儿就是大年 今日年关遂尾 时不易开如此杀戒 更何况 殿下不喜欢见险 所以你们就散了吧 这些人找个地方关起来就好 待过完了年 咱们殿下回了千州 你们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大胡子一听这话 没有半点犹豫 立即点头答应下来 哪怕他之前 还一口一个端木大人的叫着 如今这千州的王爷一发话 他倒是想都没想 就把他的端木大人 抛在了脑后 要是有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 这人是千州的将领吗 不过硬下也好 至少不会发现 大范围的血腥之事 人们连呼庆幸 那些死里逃生的人 看着筷子手纷纷撒离 紧绷的神经一松 有一多半都晕了过去 大胡子赶紧命人都给拖下去 带着广场都处理好 这才又问向那提灯丫头 不知殿下可否满意 那丫头点点头 你照做就行了 这毕竟是你们大顺的事 千州不管 大胡子立即道 如今北界已经投靠了千州 咱们就是一家 大顺才是外人 那丫头咯咯地笑了开 点了点头道 没错 这北界三省 原本就是我千州国土 被大顺硬抢了去 不过别急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早晚有一天 千州得把这块地方给抢回来 他刚说到这儿 忽然 车厢里头有一个 带着几分阴柔的声音 婉转而来 似男非男 似女非女 却很是好听 那声音说 子儿 莫要胡说八道 千州的事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了 原本高傲的丫头一听这话 立即转过身子 对着车厢跪了下来 开口道 殿下赎罪 是奴隶失言了 嗯 那声音淡淡地道 带回千州之后 贵宾三日 是 丫头领了罚 没有半句怨言 起身之后 对那大胡子说 我们要去端木大人的东宫了 你让他们都让开 大胡子一听这话 赶紧就张罗着 给清出一条 足够那大马车经过的道路来 狼马再次轻踏马蹄 缓缓地从人群中走了过去 凤宇恒刚好被分到了第一排 那马车就从他身边贴着擦过 他立即就能感受得到 车厢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冰寒 也不知道是不是精神作用 就觉得那马车在经过他时 似乎顿了一下 只一瞬间便又恢复正常 然后 就听到里头那个阴柔的声音 又悠悠开口 北极还是太热了 这样的地方给了大顺也挺好 何苦还要收回来 然后是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 只不过那叹息里 并没有多少感慨的意味 却是带着几分打趣一样的调侃 北介于他来说 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玩物般 他并不在乎 当 罗声再起 响彻云霄 之前那种震人心神的感觉 又再度来袭 人们纷纷正主 一如人有 这一次 凤宇恒与班走二人早有准备 并没有被那罗声所获 但那罗声听起来 却依然激荡 他心下犯了合计 就一声罗便能敲出这般效果 若是很多声一起发出来呢 若是这种罗声出现在战场之上 大顺的兵将们是不是抵挡得住 思绪间 几夕过去 终于人们回过神来 纷纷渗出冷汗 有人开始议论 那连王究竟是什么人 也有人为那些被押送走的官员而担心 不知道下一次问战 会是在什么时候 当然 人们更多的还是关心自身 在北介这个地方 生与死 不过是端木安国的一念之间 太可怕了 那大胡子 此时正一脸得意地大声嚷着 看到没有 那就是千州的连王殿下 除去当今圣上 连王便是咱们千州最大的王爷 在他手里 不但握着兵权 还握有千州其中六省的统治权 今年连王殿下亲自来到北介 是咱们北介之福啊 人们心惊 这人话里话外 已经把自己 当成是千州之人了 已经把北介归隆到千州的势力范围之内了 与大顺 再没半点关系 行了 你们都回吧 连王殿下说得对 年终最尾 的确不宜杀生见血 本将这就去回禀端木大人 想来大人也定是如此认为 散了 散了吧 他说完 一摆手 带着河下人 就追着连王的车架走去 凤与恒随着人群 一边往回返 一边问班总 我知道 北介三省有不少人都是千州血统 但这份比例能占多少 还有多少纯粹的大顺人 班总拧着没想了想 摇头 不好说 多半没有 当然 除了端木一家之外 据说 这北介三省当初被祖地爷打下来时 那些兵将也把自己的家眷接了来 把家安在这边 可到底是百姓多兵将少 一代人两代人还行 到了第三代起 便开始与千州人通婚 这一来二去的 即便后代有一半的大顺血统 渐渐地也被同化了 包括端木家也是一样 三皇子的生母 就是有一半千州血统 是端木安国取的千州媳妇 凤与恒面上颇为无奈 其实这事儿若真往哥儿上追究 倒是大顺硬生生侵略了北介三省 以至于同一血脉的千州人 被分成了两节 千州想要收回北介之心 就跟后世想要收复失地是一个道理 谁对谁错 又该如何评说呢 可大顺毕竟不是后世 在华夏民族 还没有奠定最终版图之前 人类社会就是要稳固和侵略并存的 这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年代 和平不过是一个幻想 乱世才是和平表现之下的最终根本 无数的人顶着大雪 步履艰难地往回走 有个大顺的夫人埋怨说 居然还设立了东宫 这是怕人不知道他的野心吗 身边男人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立刻道 不想死你就把嘴闭上 那位夫人也来了脾气 一下将他的手打掉 声音又提高了几分 你怕什么 那个大胡子不是都走了吗 还不让人说话了不成 现在这个样子 指不定什么时候那砍脱的刀 就要架在咱们脖子上 我早说不让你来 不让你来 你不听 这回好了 出了事 还要拉上 我跟女儿陪葬 那男人无可反驳 也是长叹一声 边上有另外的官员听到他们的话 不由地插了嘴道 幸亏带来的是女儿 这要是把儿子带来 岂不是要断了货 又有人说 没带来又如何 他们留在大顺 早晚也是个死 咱们虽说是被迫的 可毕竟是我们自己来的这边 更何况 你知道那端木安国 会往外放出什么风 怎么说咱们 几句话 把人们说的又是一阵心寒 凤玉恒就想问问人们所说的东宫 究竟是指什么 这时 就间接到北侧一家包子铺前 占了两个松州百姓 其中一人提了两大盒子点心 递给另外一人 同时口中道 你们家每一过了年 就要送进宫去了 以后要是得了宠 家里可是要跟着沾光的 王老哥 到时可不要忘了咱们 哎 好说 那收了礼物的人 满面红光地回道 你们家的闺女再过两年 也该到岁数了 到时候 咱们可是要有福同享了 凤玉恒就不解了 送进宫 皇上现在还选妃呢 搬走冷亨 咱们那个皇上没选 这边的选了 这边的 他不解 千州国军 他选妃都选到松州来了 老头 什么千州国军啊 是那端木安国 所谓东宫 就是他在这松州 给自己修建的一处小皇宫 据说在那东宫里 他被称之为大王 这北界三省 所有所满十三岁的少女 都要送入东宫去 给他甄选 落选的才能放出来 自行婚配 什么 凤玉恒大惊 这跟皇上选妃没两样啊 端木安国 居然已经嚣张到如此程度 就在他惊诧之际 忽然 街边铺子里 猛地冲出一个姑娘来 一边跑一边大声道 我不要进宫 打死我都不要进宫 你们说的我都不会 不要找我 是真不是幻 有人说 在北界 特别是松州 这样的戏码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端木安国霸占了全城的女子 可并不是所有人 都愿意进他那座假皇宫 女子十三岁还魏吉吉 按大顺中土的说法 魏吉吉便是少女 是不可以婚配的 但在这荒蛮的北界 可不管这些个 更何况那端木安国 本就极好女色 特别是小女色 所以这些 完全还都是孩子的女孩 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 会被抓到东宫里去 而至于端木安国 那十二房小妾 则是比东宫 更上一个档次的存在 相当于晋级 眼下又一个女子出逃 街上没人管也没人拦 反正跑不了几步 就要被家人抓回去 北界的人 已经习惯了卖女求荣 他们甚至巴不得 自己的女儿能够得宠 毕竟 只要有女儿留在了东宫 他们就可以 被减免一切赋税 凤玉恒看到那女孩 很快就被抓了回去 然后她的家人 就站在街边 跟一个看起来 倒是有几分风雅的中年人说 先生请放心 小女我们夫妇二人 一定会调教好 晚些时候 一定送到宦馆去 保管她乖乖听话 那中年人轻叹了声 道 每年的百家厌食 我们宦馆的丫头 都会有几个 被大兜同选入东宫 那可是改变命运的好事 原本宦馆之人 是绝对不会轻易 到外面来选的 更何况还这般匆忙 无奈今年送了一批人 到千州去表演 千州说好了大年之前 让使臣带回来 可惜 今年来的是连王 他没提这个事 咱们也不好去问了 这才急着出来 再找顶替之人 不过你这女儿 不愿意就罢了 这种事情抢求不得 宦馆绝不会把 不情愿的女子 带入东宫 他说完 微行了一礼 转身离开 凤与恒盯着男人的背景 看了一会儿 眼珠一动 一个念头 还没等在脑子里形成呢 边上班走 干脆抬手 往他胳膊上凝了一把 然后狠狠地道 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 别打那个鬼主意 凤与恒贪手 可是不打这个鬼主意 怎么进得去那东宫呢 我可不相信 凭你的轻功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 都同府 那日人多也就罢了 那东宫既然是端木安国的小皇宫 就定然不会松了房贩 更何况都同府还刚出了事 他找我们都来不及 搬走还是摇头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不同意 不同意 你就跟我一起去呗 凤与恒冲着搬走几了几眼 百密中有一书 我选了换管这条路 你也去寻一条路可好 这话倒是让搬走认真考虑起来 他知道 他家主子向来说一不二 想要改变他的想法不容易 那违巾之计 就只有他也进去 一旦出了事 至少也有个照应 见搬走听进去了 凤与恒这才名嘴轻笑 两人就这么走着 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拐了转 脱离人群之后 搬走立时就带着他飞身而起 直奔了那路通盼住的客栈而去 现在凤与恒绝不相信路通盼 还傻得要逃跑 没了那份名单 就算他用脑子记下 再说给端木安国 那真实度也就降低了 对于路通盼来说 能够依靠的人 就只有凤与恒一个 果然 二人在房里没等多久 那路通盼就垂头丧气地回来 他倒一点都不意外 凤与恒已经在屋里 只是有些心慌地问他 后日就是百家宴了 郡主 下官应该如何过得了端木安国这一关 凤与恒贪手 告诉他有一份名单 可惜在大火里烧掉了 路通盼一哆嗦 这样说他会立即被端木安国给咔嚓的吧 班走给自己倒了碗茶 一边喝一边告诉他 明日东宫人多 千州的王爷又来了 你放心 端木安国不会没事闲得处 自己没头 还跟你提着事 躲一天是一天 实在躲不了了 我亲自送你出城 老子亲自送你上路 路通盼点点头 直呼 但愿如此 多谢少侠 凤与恒跟班走 二人并没在这屋里多待 两人不过坐了一会儿 便又立即分头行动 凤与恒直奔宦馆 班走却神神秘秘地 不肯说自己要去哪里 他也懒得管 这小子越来越本事了 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京城一路追到北界 自然也就有能耐 混进东宫去 端木安国 生日过不好 却不知 本郡主也没打算 让你过个好年呢 松州就只有一家宦馆 是专门为都同府表演的 所谓幻术 不过就是后世的魔术 只是后世多半借助 高科技灯光道具做辅助 倒是对幻术师技巧的要求 低了许多 古代不同 没有那些高科技的玩意 一切就只靠简单的道具 和幻术师的一双手 临出门前路通畔告诉他 松州城的这家宦馆 已经传了好几代 创始者是千州人 所使幻术皆与冰雪有关 十分奇妙 端木安国对幻术的痴迷程度 不差于女子 于是这宦馆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最终变成了端木安国的私人享用制品 凤与恒传承普通百姓 女子的样子往宦馆走着 渐渐地 街上行人就多了起来 多半都是 跟他年龄身高都相仿的少女 瞅着他们所走的方向 竟都是奔着那幻馆而去 有几个爱说话的姑娘说 幻馆难得招揽行人 从前即便是要招 也是千挑百选 可这次 听说他们损失了不少女孩 都是去了千州就被留下 倒是便宜了咱们 听说 只要能进入那幻馆 就能得到一笔银子 每个月的赏银也很多 最诱人的是 幻馆的女子 每年都有不少于十人 要被大毒瞳选入东宫 小雅 你母亲病重 家里已然要支撑不起了 这可是个机会啊 那换作小雅的女孩 一脸愁容 神情间颇有些纠结 显然是并不愿意走这一趟 她问刚刚说话的姑娘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真不想去 那姑娘无奈地道 自打你母亲生了病后 你们家已经把所有 相熟人家的银子都借遍了 昨天我看到你父亲 又去李府上敲门 可人家连开都没给开 说实话 现在除非你们放弃婶子 否则 你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边上又有个女孩劝她说 小雅 你是我们当中长得最好看的 只要能进了宦馆 和仇不被选上啊 只要能进东宫 端木大人 就会给你们家一大笔银子 别说你母亲的病有得治 就是今后的生活 也能过得更好一些 小雅苦笑了一下 轻轻叹息 无奈地跟着他们 继续往前走去 凤玉很快走了两步 看了那小雅几眼 只见那女子生的眉青木秀 倒还真是挺好看的 不止好看 最让她惊奇的是 那女子的眉眼间 竟然隐约地与她有几分相像之处 凤玉很观察着 渐渐地觉得 这种相像程度 如果缺掉小雅的满面愁容 甚至能达到七成左右 那已经是相当地像了 她步子慢了下来 一个逐一瞬间打定 于是再走慢一些 干脆远远地跟着那小雅 一直跟到幻术馆的门前 幻术馆对外收人 惊动了松州城内 不少抱着幻想的女子 她看到 至少有几十个姑娘围在门前 有一位先生在门口摆了个小桌 对来者一一进行记录 同时 那些女子 还要将自己的户籍证明 拿给对方验看 小雅也是如此进行着 却有些不大情愿 可最终还是没抵得过 那些姐妹的窜多 将户籍递交上去 这些女孩们 没有马上进入幻术馆 而是在登记之后 又纷纷返回家中 凤玉横听到有人说 是幻术馆要对身份和样貌 进行初步甄选 被选上的明日一早 便会由马车上门去接 她一路跟着小雅回到她的家中 家宅倒是并不寒酸 只是过于冷清 院子里紧一个看门的老头 和一个打扫的小丝 在往里走 便能听到妇人的阵阵咳嗽声 小雅推门进去 叫了声 娘亲 凤玉横引入空间跟了进去 在屋内一个角落里现身 立即便看到那躺在床榻上的重病妇人 以及满脸泪痕的小雅 那妇人问她 你去哪了 小雅说 去借银子 抬手抹了把眼泪 没再多说 妇人又咳了一阵 好不容易能平缓一下气脉 赶紧又急着告诫小雅 你跟你爹要去借银子 我拦不住 但是小雅你记住 动什么念头都好 就是千万不能把念头 动到都统大人那里 那座都统府 绝不能进 小雅又不没忍住泪 半转身迅速抹去 这才对那妇人道 娘亲放心 女儿不会的 那妇人哀叹一声 有些不幸 可又没有办法 她说 如果是你用那样的手段换来的银子 我宁愿嚼舌自尽 也绝对不会用上半文 随之而来的一阵强烈的咳嗽 让她最终又陷入新一轮的昏迷 小雅终于可以哭出声来 一遍一遍地说 娘亲 对不起 小雅不想失去你 可也真的是 没有别的办法了 都统府没了 可还有那座东宫 女儿今后可能就没机会 在娘亲跟前进笑了 她越哭越伤心 甚至连身后 什么时候站了个人都不知道 只觉得 有一只手轻轻地附在了她的肩上 然后有个女孩子的声音传来 是对她说 你娘亲的病 她一边走一边嘀咕说 大过年的 皇上要是想跟云飞娘娘那儿 套个近乎买个好 也该送些喜庆的 谁家过年穿白衣上 红得多好 粉得多好 天舞白手 不行不行 偏偏不好那种 你啥时候看过她 穿红带绿浓妆艳抹的了 她就稀罕白的 白色轻粒 最是符合她那种乳水的气质 天舞一想到云飞 面上立马就泛起笑来 又问张远 今儿除夕 你说偏偏会不会见证 张远想说不会 但大过年的 也不好太打击主子 她想了想 认真地说 这个可能性 五五开吧 那你还不如不说 天舞白了张远一眼 不再跟她说话 只是脚下步子加快 几乎是用小跑的 跑到了月寒宫门前 站住时呼呼大喘 直到 不行了不行了 这要搁几年前 还不会喘成这样 这两年 身子明显不如从前 这话说的嗓门极大 几乎就是轻运内力去喊了 张远觉得真是丢脸啊 都累成这样了 还能喊这么大声 皇上你是骗鬼呢 太侮辱云飞娘娘的脑子了也 她经不住提醒道 没那么夸张 郡主临走时 还给您留了那么多补药 奴才可是盯着您天天吃呢 天舞觉得这死太监甚是多话 她抬起手 往月寒宫的大门上 砰砰地扣了好多下 一边扣一边喊 偏偏开门啊 过年了 朕 我是来给你送新衣上的 全是新做的 衣甩的白色 保准你喜欢 你快把门给震开开 咱们不闹了好吗 这门一声一声地敲着 敲得月寒宫里的宫人们 阵阵心惊 按说这种场面 他们都见惯了 每年除夕在五帝都会来 可要说从前不给开门 他们还有底气 毕竟有云飞在那撑场子呢 然而 今年云飞根本就不在宫里 这些宫人们 一个个皆是胆战心惊 生怕天舞帝一个没忍住 生生地撞门进来 云飞出宫的事儿 一旦穿帮 他们谁都活不成 外头的人还在叫着 拍门声依旧继续 只是一下比一下慢 一下比一下 没有了力气 终于 天舞地步敲了 却是整个人都靠在宫门上 重重地叹息革门而来 所有人都听到了天舞在说 一年比一年老了 两个孩子今年也都不在京里 偏偏 我知道你闷得慌 我这不是来陪你玩了吗 你把门开开好不好 可惜 月寒宫的大门 就像一道兵墙般 不但映如尖兵 还冷得不尽人情 天舞苦笑 一摆手 是一身后太监门 把衣裳放到宫口门 然后又道 罢了 朕每月都来叫这一出 你也从未曾心软过 没事 见不见面都成 只要你还在这宫里 朕的心里就是暖的 说完 回过头来对张远道 你在这边再等一会儿 要是有人出来拿衣裳 就问问他们 偏偏最近好不好 朕想自己走走 你们都别跟着 张远言瞅着天舞一个人 副手远离 背景不在四千些年那样 高大挺直 有点微微的驼背了 步子也不再像前些年迈的那样有力 有点微微的蹒跚了 他鼻子一酸 赶紧就别过头去 不再看天舞 直到天舞走远了 这才又伸手去拍月寒宫的门 叫道 姐姐们 把门开开 把衣裳拿进去吧 皇上已经走远了 月寒宫的大门 这才开了一个小缝 从里面挤出两个宫女 迅速地将地上的衣裳拿了起来 又回到门里去 里都没理张远 很快的 月寒宫的大门 又砰的一声关了起来 张远重叹一声 冲着身边四个小太监摆手 你们也先回去吧 我也要自己走走 他这一走 就走到了一处必尽的地方 然后对着空气说了声 出来吧 话音一落 立即就有个暗卫闪身而出 在他面前站定下来 张远问那人 东边一切都好 那暗卫点头 有七殿下护着 没事 只是 暗卫顿了顿 又道 公公还是不想告诉皇上吗 张远重重地点头 绝对不能告诉皇上 云飞出宫一事 咱们既然知道了 就把嘴巴闭严实 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 眼下七九两位殿下都不在京中 皇上要是再去追云飞娘娘 那这大顺江山 到底还要不要了 这一年的除夕 注定人们都是在外四处奔波 玄天华的队伍已经临近福州 只需再行半日 便可进入福州城内 福州之府 已然派人往城外相迎 两边的人在三日前碰了面 你说了 皇上最疼的是那个小太监张远 根本不是酒殿下 喝酒 小道边的一棵枯树下 一队随从团团围坐 半熟的鸭子 说话的是名女子 一身白色东袍 头戴斗笠 正一手拿酒壶 一手端酒碗 大大咧咧地拔酒碗 推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喝了 那年轻人表示不服 全天下人都知道 皇上最宠的是九皇子 就连咱们殿下都挤不上 怎么就输了 那女子摆摆手 我说 你输了就是输了 我这里掌握的可都是第一手资料 要知道 我在皇宫里 可是有眼线的 那皇上老头子 一天到晚 不管上哪去身边 都跟着那个太监 就连他睡觉那小太监 都得在外头手上 你们啥时候 看到他上哪去 都带着九皇子 那人语色 顿了会儿才又到 随时随地 跟在皇上身边的 肯定得是太监 那不一样 女子又到 老皇上跟那小太监 一天勾勾搭搭搭 关系可不一般着呢 不是普通太监 你就喝吧 年轻人一头黑线 心说 七殿下 这是打哪找来的这么尊神啊 咋啥都敢说 身边有人捅了他一把 让你喝你舅酒 哪那么多废话 这大冷的天 能多喝两口酒多好 女子点头 没错 天势有点冷 听说东界比北界能好一些 不知道现在北界的雪势 不是已经下到极西了 他说着 偏头看了一眼 隔了老远坐着的玄天华 对方也正一脸无奈地瞅着他 女子自己也灌了一口酒 叹气道 跟着七殿下出来就是遭罪的 肉都不给多吃 有将士赶紧把烤得差不多的鸭子 割了条腿给他递过去 同时也道 那不聪在东界待的年头多 这边的将士 基本上都是他的旧部 虽说布聪已经为罪潜逃 可一般来说 军营里的人都重情义 只怕咱们这次过去 很难融入 女子一听这话就火了 很难融入的意思 就是说 那些人不听七殿下的话 那咱们就干上一票 大不要把反对的人杀个精光 我看谁还敢说个不字 他这豪言一放 所有人都向他看来 人们挣了半赏之后 纷纷抱拳 一脸佩服之色 天歌霸气 玄天华终于听不下去了 起身往这边躲步而来 带到了那女子身边 一把就抓住他的胳膊 几乎是强烈地 把人给带离了这处 一直走回他原本做的地方 这才松开 女子被他拽着走时 还回头跟那几个 围着火堆的年轻人喊道 咱们晚上进了福州城之后 继续喝呀 此时此刻 玄天华的内心是崩溃的 都不能再崩溃了 他看着那女子无奈地道 娘亲 你到底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环天哥 这天歌是打哪儿讲来的 那女子不是别个 正是云飞 听玄天华问了 他很是骄傲地告诉他 我姓云 云不就在天上吗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姓天 至于说他们跟我叫天哥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为人随和爽快 够哥们一起 还有啊 话儿 今天是除夕 除夕还要赶路 也是蛮辛苦的 玄天华摊手 本来就辛苦 谁让你跟着来的 老老实实待在宫里多好 好好的娘娘不做 非得当天哥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云飞也学着他的样子 把手摊开 很是严肃地告诉他 皇宫不好 娘娘也不好 我这一生最快乐的岁月 是当初在寨子里 跟皇宫不搭边 一句话 玄天华本还想再劝他的话 就给堵到了嘴边 化成了一个无声的叹息 是啊 云飞在宫里不快乐 他是他的儿子 如果让他选择 他倒宁愿云飞出宫 哪怕跟人吹牛喝酒 也比关在那月寒宫里强 他伸开手臂 拒揽了云飞一下 紧紧的 随即放开 你高兴就好 他说 你高兴就好 风雪松舟 唯一一家幻术馆的院子里 十七个姑娘 分成两排 齐齐站好 这些小姑娘 大得不过十四五岁 小的才将将十岁 穿着各色彩衣 正乖巧地听着 正前方一个看起来 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子说话 所谓幻术 便是表演者已不断地变化 已达到让人捉摸不透 并能够带给观看着 惊奇体验的一种表演形式 有人称之为 奇迹 你们手中各有一朵冰花 下面 就按照我之前教给你们的方法 让火焰从这些冰花里生起来吧 这女人说话声音里 带着蛊惑人心的作用 让人一听去 就仿佛置身奇幻世界一般 以至于她们都相信 火能够从冰里生起 女孩们按照之前 学到的粗浅知识 不断地变化手势 意图让冰花起火 可惜 一炷香的功夫都过去了 却仍是不见半点火势 那女子失望地摇了摇头 小声与边上的一个中年男子说 这种随意找来凑数的就是不行 今年也就这样了 明年定要好好寻解 有资质的人从小培养 她话音刚落 忽然那些女孩子 就奇奇起了一声惊呼 她一愣间定睛看去 但见一个身穿轻衣的青丽女孩 正双手捧着她的那朵冰花 在那冰花之上 赫然燃起一束火苗来 遇害 不过是冰花的花蕊里 放了些火油而已 掩藏极深 若不是在前世看到过 这个小小的魔术 还真是搞不定 凤语恒对这种东西 一向不擅长 但见识总是要比这些女孩强上一些 一朵冰花火焰 成功地让她从这十七名女孩中脱颖而出 你 叫什么名字 传授幻术的那女子问她话 面上带着微笑 凤语恒说 我叫傅雅 傅雅 很好 你们十七人中 仅有十个名额 在明日能随着幻术师们一起进入东宫 你算是其中一个 剩下的九个名额 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给你们一个时辰 练会了的 到前厅找我 这女人说完 随着中年男子 一并进了屋子 院子里的姑娘们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催促冰花之火 凤语恒拿着自己的冰花 到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女孩中立即有两个人也凑了过去 她认得出 这二人正是昨日跟小雅 一起到幻术馆报名的人 其中一个 还好生劝了小雅好久 昨日 她以医治小雅母亲为条件 换到了小雅的身份 这才得以此行 但此行别的不怕 就是怕被小雅平日熟识的姐妹们 给认出来 然而 事实证明 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她看来 她与小雅相似的七层 看在这些女孩眼里 那便是十层 最多就是 你今天用的胭脂 定是与往日不同 不过倒是比从前更漂亮了呢 说话的是昨天 劝着小雅来这里报名的那个女孩 她轻皱着没问她 今日除夕 你母亲能下得了床吗 凤语恒目光暗淡下来 回她说 床室能下 只是说不上两句话就要咳 有的时候能咳出血来 父亲怕她冻着 再加上我又不在家里了 今年的年夜饭 就她二人 多半也就是在母亲床榻前凑合一口 唉 那女孩子叹了口气 告诉她 你不用担心 刚刚你第一个变出火来 七姐姐已经同意带你进东宫了 这就意味着 会有一份赏赢 听说能达到三十两 今天早上临出门前 我还跟父亲说了 让他往父府去一趟 给你父亲送些冻肉 我们家备了好多 凤语恒面露感激 连声道谢 她知道 这个女孩叫沈玉宁 与小雅是相交多年的姐妹 虽说这沈玉宁 也是一心想着 攀上端木安国这个高知 想要出人头地 但本性却是好的 这些年对父家也极为照顾 而另外那位 名叫张灵溪 与小雅一样 不愿意来这宦馆 奈何家里父亲是个贪财之人 生生逼着她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进得东宫 这样一来 他们家里就再也不用上脚赴税了 张灵溪对凤语恒说 小雅 你教教我们 怎么样变出火来吧 你知道的 如果我不能进东宫去 回到家里 要被我父亲打死 凤语恒无奈地摇头 却还是把如何点燃这冰花之火的方法 交给了他们两个 这二人对凤语恒的聪明由衷赞叹 沈玉宁更是抓着他的手腕说 如果我们三个进了东宫之后 都能被选入东妃 那今后可一定要互相扶持 我听说东宫里的妃子们 个个逗得你死我活 有的就是睡一觉的功夫 人就没了命 张灵溪很害怕 眼泪都快掉了下来 凤语恒眼里却不着痕迹地 闪过一丝金光 东妃 这端木安国 还真是北界的土皇帝啊 连后妃都给自己备好了 沈玉宁与张灵溪二人 学会了冰花术之后 立即到前厅去寻那妻姐姐 而其他那些 看到凤语恒成功地 把他二人教会的姑娘 也纷纷围了过来 请求凤语恒也教教他们 凤语恒倒是很有耐心 一遍一遍地讲着其中原理 很多姑娘都在他的传授下学会了 有人赞他 小雅姐姐 你长得真是好看 有人便立即纠正说 关键不是好看 是那份清丽 端木大人最是喜欢清丽的女子 最好还是像小雅你这样 有些冷面的 越是接近冰霜 感觉的美人端木大人越是喜欢 依我看 明日在东宫里 小雅一定会被选上东飞 却在这时 忽然听到一个 透着尖酸刻薄语气的声音 扬了起来 是个女生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吗 众人回头去看 看到有三名女子 正往这边走来 中间那位十三四岁的样子 下巴微扬着 一脸傲气 带走进一些这才站定 然后盯着凤与横道 一脸的穷酸相 就这副尊容 还想进东宫 做梦吧你 在场的姑娘都不再说话 凤与横一看这架势便明白 对方定是有所仰仗 这才敢如此飞扬跋扈 可是 姑娘若是觉着 自己有这个跋扈的资本 那大可以说得更刻薄一些 不过我必须得提醒你 你这个后台有多硬 自己衡量过没有 只怕也是豆腐渣工程吧 不然你大可以借着靠山之力 直接进入东宫 何苦还到宦馆来走这一趟 玩着曲线救国的把戏 他几句话 立即把身边女孩的志气 也给挑了起来 虽说还不至于集体声讨 从神态上看 却也不再怕他 而这时 沈玉宁与张灵溪二人 也回到这边 那沈玉宁一看到这场面 立即就开口道 我当是谁 这不是齐家小姐吗 怎么 仗着自己有一个当东飞的姐姐 就觉着高人一等了 你也不想想你姐姐 都有多久没往家里送过银子了 或者 你应该再打听打听 你姐姐有多久没见过端木大人了 他一边奚落 一边跟凤宇恒说 你别理他 这女的 我也是几个月前去 别人家厅堂会时见过的 那时 他就仗着 有个当东飞的姐姐 而到处招惹是非 他说着再转过头 齐家小姐 你也不想想 这松州城里 美食户里面 至少就有一户 是家里有人在东宫的 你的身份 还觉得很新鲜吗 真是见识短浅 张灵溪也开了口道 是啊 东宫里有太多的东飞 人家都是老人 熟悉了里面的一切 我们是后来的 虽说还不一定进得去 但总该齐心才是 这种时候就要闹分化 以后进了东宫 可该如何立脚 歉 张灵溪淡淡地劝慰收效甚微 那齐家小姐 又白杨了声说 谁要跟你们站到一处 一群穷酸 能被选上才怪 张灵溪 不是冲动的性子 有点淡淡的 胆子也小 可沈玉宁不同 这完全是个闹事不命的主 而且还护短 傅雅是他一直以来都保护着的 怎么可以被这性奇的这样子欺负 他气得火冒三丈 伸手就往齐家小姐肩上推了一把 这一把可推出事来了 齐家小姐跟他性子差不多 那也是呲牙必报的主 一见沈玉宁动了他 他立即就也把手扬了起来 眨眼间两人就打到了一处 而那陪在齐家小姐 深国的两位姑娘也加入战团 甚至连张灵溪都给连累了进去 挨了好像下打 凤玉恒皱着眉终于看不下去 就准备想办法阻拦 这时就听那齐姐姐的声音又扬了起来 带着怒喝道 宦馆是给你们打架的地方 是不是都忘了这里的规矩 其实宦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规矩 就是有不老实 不听话 不勤奋 练功之人会被呈挑水 就在这后院的院子四周 放着数十口半人高的水缸 被罚者一般都是每日要挑满石缸水 若是挑不慢 自然是不能吃饭 不能睡觉 凤玉恒瞪了那齐家小姐一眼 然后上前两步道 此事完全是由齐家小姐与小雅一并引起 请齐姐姐责罚 齐姑娘把目光投向齐家小姐那边 只一眼便献出厌烦之色 在看向凤玉恒时 却目录赞许 她点了点头道 既如此 那便只罚你二人吧 你 她指向齐家小姐 去挑石缸水 记着 要到冰井 自行破冰取水 说完 又对凤玉恒道 你 挑五缸 可不用冰井 去吧 要记得天黑之前得挑完 否则可就没有晚饭吃了 齐家小姐心中不服 可又不敢违抗 只得闷着头瞪向凤玉恒 眼中献出阴毒的目光 有下人带着凤玉恒来到一口水井边 指着水井告诉她 你就在这里打水 这是宦馆里唯一一口不上冰的水井 话说完 不等她回答便匆匆离去 凤玉恒盯着井水看了一会儿 发现井水中偶尔有气泡冒出 便断定下面应该是活水 有空气流通 所以并没有上洞 可即便是这样 五缸水装满 也得用上几个时辰 那还得是她这种有功夫底子的人 那齐家小姐要装满石缸 想必就是做到明天早上 也是来不及的 她抿唇一笑 那不是自己该考虑的事情 左右她有个能够作弊的空间 大不了从里面接自来水出来 倒进去 倒是也能省些力气 只注意些 不要太显然被人发现就好 她想着 就要准备把手里的水桶 往井里去扔 却在这时 忽然之扬 她透过井水的反射 看到自己脑后 竟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在她反应 这来欲仔细去看的瞬间 却又消失 与此同时 身后一股极大的力道传来 猛地拍在她的后背上 她没站稳 身向前探 撞到那井沿上 双脚离地 朝着井水就一头扎了下去 我非良善之辈 正所为害人之人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污 以凤语恒的谨慎 她又怎么可能听不到 那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又怎能发现不了 那人一躲一闪 不过是在她身后蹲下身去 一手推她后背 一手进去抓她的脚踝 若换了是真的小雅 只怕这一推一先之下 必然中招 可惜 也是凤语恒 背后黑手原本是眼睁睁看着凤语恒 被自己推下井去的 头扎了进去 双脚也离了地 可却不知为何 这人只觉一阵恍惚来袭 戴琪在回过神来时 却赫然发现 掉到了井中 身子有一半都静在水里的人 居然是自己 而在井外 有一只手正抓着她的腕 一张笑脸弯腰而来 笑得人心发颤 齐家小姐 水下的温度可还合适 凤语恒挑着斜唇 目光中毫不掩饰地涌现出杀鸡 水下之人正是之前 与她起争执的齐家小姐 也不提水温这是还好 一提这话 那齐家小姐立即觉出 寒冷清洗全身 水下的那半截儿身子 都被冻抹了 就像已经与上身分离一般 完全没有知觉 她嘴唇牙齿都打着颤 脸色泛青 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已经涌现出浓浓死意 她苦求凤语恒 我错了 却反问她 若是刚刚我被你成功地推到井里 你可会再把我捞出来 全力施救 而后不等她回答 又接着道 做人莫人 存害人之心 你我本无冤仇 你却非得找上门来 我非良善之辈 岂能容易地一心 想要害死我的人 继续苟活 她说完 突然就松开了手 身子也直立起来 齐家小姐 永别了 扑通一声 人落井中 再无声息 她嫌弃地拍拍两手 目光愈发冷凝起来 直到北界之人 果然心狠手辣 不过几句争执 转过头来 就要杀之以图后快 这人心究竟扭曲到何种程度 她本无意 跟个小姑娘计较 但却并不代表 她能够容忍 有人威胁自己的生命 痴人的北界 且看看 到底咱们 谁能撤谁 凤语恒看了一眼水桶 再看看那口井 面上冷色一收 立即换上一副 着急又害怕的表情来 随即转身 快速地往后院跑去 一边跑一边喊 不好了 齐家小姐落井了 跑一路喊一路 带到了之前 训练幻术的小院子时 所有人都被她的 喊声给惊了出来 那两个之前 一直跟在 齐家小姐身边的 女孩一下就慌了 急着问 落了哪个井 凤语恒说 就是我挑水的那个井 不知道 为什么她也去了 我一转身的功夫 她就往前扑过来 一下就扑到了井里 你们快去看看吧 众人赶紧往井边赶 幻馆的护院也冲了过去 有大力的护院 往井里下了钩子 搅了几下 四勾住东西 再缠到井绳上 几下就给拽了上来 人们一看 勾上来的人 不是那齐家小姐 又会是谁 勾子直接下到 那女子的锁骨上 生生刺穿 像是挂猪肉一样的 把人给挂了住 早已没了生息 围观的人倒吸一口冷气 女孩子们纷纷扭了头 对于尸体看都不敢去看 沈玉宁和张灵希芬 站在凤语恒两边 安慰她说 小雅不怕 她本该是在冰井中挑水 却跑到这边来 显然是想找你麻烦 不想麻烦没找成道 是送了自家性命 也是活该 这话被那两个 跟在齐家小姐身边的姑娘听到 想争辩两句 可想了想 却又闭住嘴巴 她二人与齐家小姐的确熟识 也是想仰仗对方 有个姐姐进了东宫之室 想唠叨点照顾 可如今齐家小姐已死 他们便没必要再为其出头 很快的 七姓女子也赶到了这边来 紧随其后的 还有几个宦馆里的老人 可这些人 却对于死了个姑娘的事情 并没有多大惊小怪 那七姓女子 只是摆了摆手 吩咐那些护院说 香张席子卷了 送回她家人那里 再给些银子了事 若其家人有什么疑意 就让他们到宦馆来说理 轻描淡写的 就把这事给了结过去 就好像死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猫狗 只是在护院们 把尸体卷走之后 那七姓女子 又别有深意地 看了凤与横一眼 然后悠悠地说 富雅 很好 凤与横目色平常 只威攻了躬身 道 多谢七姓姐姐夸奖 七姓女子点了点头 既然水井泡了死人 那便疯了吧 挑水之事作罢 你们这些孩子 最先学会 冰花火术那十人 随我到前厅 至于那些资质差的 且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 她说完 转身就走 沈玉宁与张灵溪二人 赶紧拉着凤与横跟了过去 另外还有一些孩子 也快步跟随 而其他人 则是站在原地未动 凤与横听到 或是连这个都无法领会 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再留下来了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 有两条路 一是你们自行离开家去 第二条 便是可以选择留在幻馆 做杂物使唤 你们且考虑一下吧 这个除夕 有人欢喜有人忧 那些通过最初的测试 能够被留下来的女孩自然开心 哪怕她们短时间内 还无法学习幻术 只不过是配以幻术师身边 做个陪衬 但毕竟她们的目的 并不在幻术上 无外乎就是为了 给自己争取一个 进东宫的机会 所以只要能留下 便是好事 而那些无奈回家的 还有成为粗使吓人的 就只能愁眉苦脸的 过这个大年 沈玉宁跟凤玉恒说 小雅 我听人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 进了东宫的人 都能得到端木大人的宠幸 她毕竟老了 近两三年 更是听说连府上的小妾 都忙活不过来 根本顾不上 东宫这边的小妾 这所以这规矩一直存在 不过是为了强称颜面 二来 她也就是图个热闹 否则 我才不会来这宠馆呢 毕竟 就算年满十三 就要参加甄选 我也是 混在人多的时候 不被选上的几率要大一些 凤玉恒问她 你家里也缺银子吗 沈玉宁摇头 银子倒是不缺 只是家里继母 越来越不待见我 前些日子 我偷听到她跟父亲的谈话 说要把我许配 给她娘家侄子 你不知道 她那个侄子 除了赌钱喝酒 什么都不会 我不想嫁给那种人 倒宁愿在东宫里的此余生 张灵溪也是哀叹一声 说 我们姐妹三人 都有各家难念的经 如果真能进了东宫 可是要相互扶持 我听说东宫里的残酷 跟大顺的皇宫 是没什么区别的 凤玉恒无奈地道 女人多的地方 怎么可能有平静 她这 想到了一个事情 顿了顿又到 还真是有一门心思 想进宫的人 一年不行次年再来 有的怕事 已经连着来几年了 她之前看到 来报名宦馆的人里 有些明显比她大上几岁 当时便有了这样的想法 可不是 就有年满15岁的 已经急急了 那就是多年奋战未成 还不死心的 小雅 咱们林亮的人远一些 多年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怕是心里有些扭曲 凤玉恒无奈苦笑 才15岁 在这个时代 就已经是老姑娘了 这个观念 真是让她直到现在 都接手无能 明日就是大年初一了 那座东宫 她还真是满心期待 凤玉恒顶了富雅的名字 进入宦馆 而此时的父府上 正真的富雅 还像往常一样 事后在母亲的病榻边 唯一不同的是 今日她递给富人的药 不再是一碗碗 黑乎乎的苦药汤子 而是很小的片状药物 不过女子的小指甲大小 一次吃两片 一天两次 据说这样就能好 富雅一边把药给母亲喂下 一边想着 昨天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 那个跟自己 长得很像很像的女子 那就好像是 突然来到面前的仙女般 不但用奇怪的手法 给母亲治病 还留了好些奇怪的药物 更奇怪的是 母亲经了她的诊治 又吃了这些药物之后 虽说只有一天的功夫 病情居然真的有所好转 就连她都看得出 母亲面上有了血色 咳嗽也不像平日里那样平凡了 只是富雅想不明白 那女子有这等高明医术 为何还要煞费心机 加入宦馆呢 有本事的人 应该对那座东宫 都是避之不及的吧 她一走神 立即被母亲看了出来 那富人对富雅说 娘亲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可是不管怎样 那姑娘是咱们的恩人 小雅 今后不管出了什么事 你都不可以出卖恩人 要尽一切可能 去帮助恩人 记住了吗 富雅郑重地点头 母亲放心 小雅都记下了 只要母亲能好起来 那位姑娘大恩 就是让小雅用一辈子去报答 小雅也愿意 大年初一的松州 极尽所能地 用喜庆喧嚣和声声边 想去掩盖腊月29那天 在都同府发生的灾难 人们对于那场大火闭口不提 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只互相倒着过年吼 互相问着 又有哪家姑娘 准备参加大年之后的东非甄选 而这一天 凤与恒随着宦馆的幻师们一起 终于来到了松州城西端 进入到那个坐北朝南的东宫之中 迎接他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摸我 要说端木安国的这座东宫 没进过大顺皇宫的人 最多觉得他辉煌壮丽 可是看在凤与恒这种出入皇宫 跟出入自家厨房一样的人来说 这分明就是大顺皇宫的缩小版 想来 端木家族历代族长 都对大顺皇宫极为熟悉 以至于传到端木安国这一代 即便他这一生都没去过几次皇宫 也能把皇宫内的一砖一瓦 都能翻盖得清清楚楚 凤与恒心中冷笑 端木安国 狼子野心 守着这么大的北界三省 还胃不保 胃口还真是够大 幻术师一行从正门进宫 进去之后立即左转 顺着一条小路开始绕行 凤与恒一进宫门 便看到穿着侍卫服 手持长枪站立在宫内左侧的搬走 他忍住笑 低头而行 却是在经过搬走身边时 用力往其脚面上踩了一下 成功地听到了搬走的一声轻哼 他借宦馆入东宫 搬走却不知是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成了这东宫的一名守卫 凤与恒对自家安慰的个人能力 又多了几分肯定 幻术师一行 被安排在一个叫做黎幻轩的地方 这里据说是百家燕燕店的后方 从这里往燕店去最是方便 七姓女子说 黎幻轩是端木大人 特地为我们宦馆背下的 已经有十年之久 今日能到这里来 是你们的福分 另有一中年男子也道 没错 我们的幻术向来都是 作为压轴节目 在百家燕最后才上场表演 所以现在 你们还有时间准备 想要看看这东宫的道 也不是不可以 但活动范围不允许 超出黎幻轩四周摆布 这也算是端木大人 给予我们幻馆的特殊后代 你们把表演的衣裳换好 便自行散去吧 女孩子们一听这话 便是一阵欢呼 甚至有人已经对那中年人感谢起来 凤与恒心中冷哼 直到这世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好 对方居然给了他们如此程度的宽松自由 摆明了居心叵测 他再去看沈玉宁和张玲宁 那二人也是眉间带着愁容 沈玉宁见他看过来 便拉了他小声道 说是让我们看看东宫 谁不知道 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听说端木大人家的儿子们 也经常会借着各类宴会到这边来转转 对于儿子们最先相中的女孩 端木安国从来都是大方相送 即便儿子们不来 那孙子也会来 端木大人自己偶尔也可能在附近转转 这宦馆这么多年来往东宫 以及端木家族里送了多少女孩子 数都数不清 他能在北界屹立这么多年不到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凤语横府啊 这里面的学问真是复杂啊 不过倒是让他有了正当理由脱离群众 他对沈张两个姑娘说 既然来了 左右都是一个结局 不如就出去转转 省得别人都去了 我们不去的话也显得突兀 张灵溪轻叹一声 率先出了屋子 走吧 小雅说得对 左右都是一个结局 静都静来了 还交情什么 就这样 三个姑娘也走出黎幻轩 之后分座三路各自散去 凤语横瞅着人都走远 身边最近的也都在三十步开外 他笑笑 也随意地顺着一条小路 快步走了去 如果没猜错的话 再往前走一段路 应该就有个小湖 大顺皇宫的布局 此时在凤语横的脑子里平铺开 渐渐换成这座东宫 只是那小湖距离此处 肯定要超过百步 凤语横想 不知道其他的女孩有没有像他一样 要走出百步之外的 他料想没错 大概走了一百五十步 一个小小的人工湖就出现在眼前 这湖比之大顺皇宫那个要小上很多 而且不同的是 大顺皇宫那个是活水湖 冬日不会结冰 但北界这边却是彻彻底底的冰湖 冰冻三尺 让人看着就发寒 凤语横又往前走了几步 绕过个小假山 忽然就听到一阵砰砰的声音传入而来 像是有人在凿什么众物般 一下一下极其用力 他疑惑地顺目望去 透过几颗苍松 但见那冰湖边上有一名红衣女子 手举锄头正在急迈力气地往冰面上走 砰砰砰 一声接着一声 听得凤语横直咧嘴 那女子看起来身段十分纤细 即便是在这样的冬日里 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袍 那女子依然能够看出恶挪身段来 只是那锄头太过笨重 与她这身段实在是不符 凤语横瞅着 就有一种小喉轮大锤的感觉 每挥动一下 他都担心那女子会不会把自己也给轮出去 又或者直接断了胳膊 他再走几步 也站到冰湖边 两人之间隔着这冰湖三分之一的圆周距离 他不知道这女子是谁 但能够出现在这东宫里 又敢于如此嚣张 用锄头凿冰的 应该是某个受宠的东妃吧 再看看四周 却并没发现跟随的下人 好像天地之间就只有这女子一般 她面上表情十分认真 每凿一下都要仔细看看冰面 然后不满意地摇头 再继续走 凤语横干脆挑了块石头坐下来 曲着腿拖着塞看她 那女子的年龄她看不太出 感觉像是十七八岁 行为却像十二三岁 偶尔抹一把汗 那神态又像是已经二十开玩 不过样貌倒是极好的 好到纵视凤语横 拿她去跟当初的凤尘鱼去比较 也觉得这女子美貌更胜几分 她心生好奇 不由地开口扬声问对方 喂 你在干什么呢 那女子猛地把锄头一扔 四受了大惊吓 赶紧四下张望找人 但终于看到凤语横时 这才拍拍心口 夸张地道 吓死我了 你是人是鬼 凤语横失笑 当然是人 女子的声音不是很细 但听着却很有韵味 她总觉有些耳熟 却想不起来是在哪听过 是人就好办 那女子把锄头捡了起来 冲凤语横招手 你来 凤语横不明所以 却还是起身走了过去 两人都站在离岸大带五不远的冰面上 女子的冰霜美貌 终于近距离地被她看了得清楚 凤语横脑子一热 她忽然感觉自己的花痴病 好像又要控制不住了 那种当初出于玄天明时的不理智 又再度降临 她抬起手 迅速地在面前 女子的脸上摸了一把 然后叹道 皮肤真好 那女子傻了 手一松 锄头光啷一声掉冰上了 还差点砸了脚 她往后退了一步 防贼似地盯着凤语横 扮上终于挤出一句 你摸我 凤语横点点头 嗯 摸了 然后呢 女子面上有些委屈 站着想了一会儿 默默地把锄头重新拿在手里 继续凿兵 凤语横就不明白了 当才是你叫我过来的 我来了 你就让我看这个 那女子的动作停下来 想了想 转身走了 不一会儿又回来 手里就多了个锄头 这冰壶是端木安国养鱼用的 里头的鱼 都是从千州边界的四色湖里抓的 鱼肉最是鲜美 来吧 咱们抓紧时间 多个人手就多一份希望 凿出一条鱼来 叫人炖了 保准你以前绝对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鱼 凤语横俯 你既然能有本事 在这东宫里破冰凿鱼 为何不叫下人帮忙 那女子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他 你有病吧 没听明白 我刚才说的话 这湖里的鱼特别珍贵 四色湖一年的捕鱼量是有限的 而且都是千州皇室享用 这端木安国一年到头 能捞到五六条已经很不错了 哪有下人敢来吧 这事儿得是偷偷的 偷偷的懂吗 我把边上的下人都给支走了 凤语横不懂 你这叫偷偷的吗 动静大的 离这老远都能听到 掩耳盗铃有意思 想是这么想 不过还是轮起锄头 跟着凿了两下 两人你一下我一下的 倒是很快就挖了的大坑出来 那女人往坑里瞅了瞅 说 快了 再来几下就能见水 然后我就开掉 哟 特么的真是热了笑天犬了 凤语横想 这女人该不会是疯子吧 这时 她临来的方向 传来阵阵喊声 像是沈玉宁的声音 在喊着 小雅 小雅 她如获大赦 锄头一扔 指着身后道 有人喊我 我得走了 那女子点了点头 去吧去吧 可别让她找到这边来 你快跑两步 凤语横真的是快跑的 直到看见沈玉宁汉 她心里还在分析着 那女子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不过也容不得她多想 沈玉宁同她说 咱们得去准备了 端木大人等不及 想要提前看 我们的幻术表演 小雅 你怎么走出这么远 快跟我回去 两人一路小跑着 回了黎幻轩 七姓女子 已经在给心爱的女孩子们 讲起出场 需要注意的事项 看到凤语横回来 有些不满地问她 怎么这样玩 凤语横赶紧低声道 一不留神 走得远了些 七姐姐莫怪 哦 七姓女子一挑眉 走远了些 那可有看到什么人 凤语横想了想 摇了头 没有 那就站过来吧 话语间带着几分失望 这次表演 共有幻术师三人 后面带着他们 十个配偿的女孩子 他们还是穿着 七彩的衣裳 凤语横穿轻 两炷相后 众人来到宴店门口备场 凤语横也是 直到现在才明白 这北界所谓的百家宴 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百家圣宴 百家宴 宴百家 每年的大年初一 都同府都会在北界 三省范围内 找出一百个家庭代表 来到东宫参加饮宴 而这一百个家庭 则必须得是 跟洪苗正的北界人 还得对端木安国 绝对拥护的 其中有一半 还得是家里有女儿 入了东宫的 总之 这一百户人家 得对端木安国 感恩戴德 这才能在百家宴上 歌功颂德 凤语横 随唤管一众人 等站在殿外 里头正有个 年近七旬的老头 颤颤巍巍巍地跪在地上 面向端木安国 感激替林地道 今年江州天寒得早 地理庄家 冻死了大半 大兜统听说了这个事后 二话没说 直接就免了 江州八成的税收 还让我们把剩下的 粮食不用上交 全部留着自家吃用 大兜统对江州 百姓的救命之恩 咱们莫齿难忘 老头说着 就给端木安国 扣了个头 端木安国坐在上手主位 握着酒盏 很是认真地听着老头说话 然后点了点头 说了句 我乃北界父母官 所有百姓 都是我端木安国的子民 你们有难 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一句话 大顺的子民 就成了他端木安国的子民 凤语横想 去年凤锦元 也往北界镇过灾 却不知当初 这些北界百姓 心里是怎么个想法 老头感恩完毕 有人搀扶着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紧接着 又有个中年妇人 抱着孩子走上前来 妇人跪到地上大声道 这是名妇的儿子 名叫念恩 念恩就是念及大都统之恩 这孩子打娘胎里出来 就体弱多病 几次都性命垂危 家里为了给他看病 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可还是杯水车薪 因为没有银子讨诊费 松州的医馆 都不敢再让我们进门 孩子眼看就要没命 幸亏遇到大都统 不但给了我们诊费 还下令全城重病百姓 都可以得到都统府的资助 任何医馆 不得以病患无因前 而拒之门外 这孩子的命 是大都统给的 待他长大 定要全力回报 以谢大都统活命之恩 要说之前那老头的话 还没有给凤与恒太多出动 但这妇人的一番话 却立即让他想到了 他一直以来都想要推行的 全民医疗保障 以及大病减免费用救治 只是大顺太大 施行起来 总有这样那样的阻力 再加上他的精力着实分散 无法全心顾及一头 这才一直拖到现在 却没想到 这样的想法 在北界却有了开端 虽说还不成熟 但不得不承认 端木安国在这一点上 的确算得上是功绩 我这不是替白家